第23章 数字诊断 挖掘无意识的技术工具 有眼睛能看 有耳朵能听的人 自己就会相信无人能够保守秘密 即使他的双唇紧闭 他也会用指尖说话 背叛能从每个毛孔中渗出 希格蒙德·弗洛伊德·Simon Freud 1865-1939 奥地利 精神分析学派先驱 背景 当向外行提起我们本书作者是社会心理学家时 我们往往会得到以下两种回复中的一种 第一种回复是 那一定很有趣 对吧? 嗯 也是也不是 我们对自己说 当然 假设是深刻的 实验是精妙的 结果是发人深省的 但是伙计 数据管理肯定是个大麻烦 第二种回复是 我最好小心点 你可能要开始分析我了 对于这种回答 我们有两种反应 首先 我们感到很可笑 因为在外行人眼里 这就是我们的业余活动 其次 他们误解了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方式 这让人感到有些沮丧 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下风 不得不温和地驳斥一些广为流传的迷思 外行人通常害怕像我们这样的社会心理学家 仅仅通过一些细微的观察就能够将其看透 在这方面 我们被比喻成著名的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 他能够从一些被普通人忽视的微小线索中得出惊人的推论 这里有一粒灰尘 那里有一个脚印 就能让福尔摩斯推断出是莫里亚地谋杀了帕西 威格巴顿 Percy Wigglebottom 爵士 同样 据说一个紧张的姿势 一个口误 就能让我们推测出一个人内心的黑暗秘密 当然 夏洛克·福尔摩斯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他的调查方法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招致不幸 他的许多所谓的推论实际上只是基于微小证据的猜测 福尔摩斯的创造者柯南 道尔 科南德尔 确保了他的英雄的永远胜利 但有血有肉的侦探们无法从柯南 道尔那里获得帮助 与此相反 日常的刑侦工作更为平凡和有条理 侦探们使用专门的技术和工具 例如分析 取证 监视来收集证据 团队成员群策群力 共同破案 这与某个孤独的天才 单枪匹马的解决 让刑事司法系统困惑的犯罪问题不是一回事 据说老恋的心理学家一眼就能对一个人做出判断 遗憾的是 这与夏洛克·福尔摩斯一样 都是虚构的 以精神分析学派的先驱希格蒙德·弗洛伊德为例 尽管他认为自己是一名杰出的诊断专家 但客观地看他的病例 情况却截然不同 弗洛伊德大胆地假设 精准地分析能够缓解患者的神经症症状 并声称自己能够治愈任何病人 然而 他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质疑 人们对他最初的解释的合理性提出了意义 最终 我们仍不清楚他的独特解释 通常只性变态 究竟是他在人们的梦境和幻想中发现的真实模式 还是他投射到他们身上的想象模式 事实上 没有人能够拥有弗洛伊德所宣称的诊断能力 众所周知 人们对他人的直觉性的理解 往往会受到系统性的反驳 例如 我们经常根据孤立的行为 错误地推断他人的人格特征 见地十章 却无法理解这些行为是如何受社会环境影响的 见地八章和第十五章 也许我们读心能力有限的最明显标志 就是我们几乎无法辨别谎言 数百项研究的累积结果表明 外行和专家在分辨谎言和真话方面 差不多都是碰运起Bond与Depollo 2006、2008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Ridge 2008 首先 人们无法识别或追踪说谎的蛛丝马迹 例如 一个尖锐的声音 其次 所谓的线索对说谎的预测能力都很弱 例如 没有匹诺曹的鼻子 因此 要想发现人类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 与其说需要一个具有超凡洞察力的个体 还不如说需要一个提出理论并加以检验的科学家群体 的确 你可以把社会心理学家 以及他们在相关领域的同事想象成一组勤奋的侦探 他们每个人都在试图解决一件复杂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案件 与侦探一样 社会心理学家依赖的不是孤立的直觉 而是专门的技术和工具 他们喜欢的技术是实验 因为它阐明了是什么导致了什么建本书的前沿部分 尽管如此 他们也使用一系列测量工具来评估人们的心理状态和潜在性格 考虑到通用性和方便性 大多数时候我们选择的工具是简单的问卷 但是请注意 在使用问卷之前必须仔细收集和验证问卷 也就是说 我们不仅仅是把一堆看起来恰当的东西拼凑在一起 还需要提前证明他们能够测量出想要测量的东西 Breadburn Summon 与OneThink 2004 一个问卷所包含的项目 必须是描述清楚 统计上一致且具有区分度的 此外 作为一个整体 问卷产生的结果在不同时间点上 必须具有可重复性 并能够预测具有理论意义的既定结果 正是这些优点 使社会心理学家使用的问卷 有别于那些出现在流行杂志上的问卷 然而即使是最有效的问卷 也只能描述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原因有三 Gread与Klemosky 2013 首先 人们有时不愿向他人透露 自己对敏感话题的真实想法和感受 例如 一个隐秘的大男子主义者 不会愿意透露 自己对性别歧视的真实态度 即使在匿名状况下也是如此 其次 人们可能不愿意承认 自己的真实想法或感受 例如 一个白人自由主义者可能拒绝承认 更不用说表达自己潜在的种族偏见了 最后 人们可能压根就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想法或感受 例如 有些人可能会惊讶地发现 他们对某人的吸引力比他们最初想象的还要强 那么 有没有一种方法 在不依赖日常知觉或精神分析解释 这两种方法都会受到偏见的影响的情况下进入 心灵深处呢 对于这个古老的问题是否有技术上的解决办法 事实证明 可能有 20世纪70年代 认知心理学家 他们更关注人类心理过程的具体细节 在方法论上取得了突破 他们发现了如何以客观的方式 确定和量化人们在两个概念之间形成的心理联想 Mental Association 他们使用了序列启动范式 Sequential Priming Paradigm Shartrand 与Barg 2000 不久之后 社会心理学家也采用了这种范式来研究他们最感兴趣的心理联想 及那些与社会世界有关的心理联想 这一范式可以通过一个真实的实验来很好的说明 Banagy与Harden 1996 想象你正坐在电脑前 你的任务非常简单 对屏幕上出现的目标词一个接一个的分类 这些词或是男性代词如他或是女性代词如他 如果将代词归类为男性代词就按左键 如果归类为女性代词就按右键 你必须又快又准地进行反应 现在转折来了 在每个试词中 在每个目标词出现之前 都会闪现一个启动词 你被告知忽略这些启动词 这个启动词可能是传统的男性职业的名称如医生 也可能是传统的女性职业的名称如护士 这意味着 从性别刻板印象的角度来看 一些启动目标词对是相匹配的 医生等于他 护士等于他 而另一些则不匹配 医生等于他 护士等于他 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 那么在目标词之前出现的启动词 将会影响你的反应速度 尤其是 你在词对匹配情况下的反应 要快于词对不匹配时 从认知心理学之前的研究中 我们知道这种促进和意志模式 反映了概念之间存在的自动联想 在这里 自动联想可以解释为内 影刻板印象 Implusive Stereo Attacks 值得注意的是 通过对诸如好和坏等类别的描述 序列启动范式也可以用来评估内影偏见 Implicit Prejudices 但这涉及的是评价联想 而非语义联想 Phaseo Jackson Danton 与Williams 1995 有趣的是 人们外显的主观报告的刻板印象和偏见 与他们内影的客观显示的刻板印象和偏见之间的 相关程度往往较低 NoSec 2007 后者的水平也更高 例如 人们在一份评估对女性态度的问卷上的作答 可能无法预测 她们在上述实验中的表现 然而上述实验的结果则更可能反映出性别歧视 Rodman 与Kilansky 2000 这种显性 隐性分离 Explicit Implicit Dissociations 意味着什么 还有带商榷 在学术界左倾学派中流行的一种主要解释是 许多思想 自由的西方人 尽管有意识的主张平等 但仍然对各种社会群体持有无意识的偏见 The Video 与Gartner 2004 然而 序列启动范式有一个缺点 虽然它能够量化已出现的自动联想的平均水平 但却无法可靠地在个体水平上量化自动联想 因此 社会心理学家试图开发一种新的范式 即内影联想测验 Implicit Implicit Iat Greenwald Madee 与Schwartz 如果项目属于项目属于同一个类别队 按一个键 如果属于另一个类别队 按另一个键 例如 假设一名研究人员想在2016年总统大选之前 测量你对两位竞争候选人的自动联想 那么在Iat的一个组块中 它会让你遵循以下两条规则 A 如果一个单词属于希拉里或好类别 请按Q B 如果一个单词属于特朗普或坏类别 则按P 在另一个组块中 你被要求遵循另外两条规则 C 如果一个单词属于希拉里或坏类别 按Q D 如果一个单词属于特朗普或好类别 按P 然后 研究人员会测量你在两个组块上的平均速度 并将两者进行比较 如果你在组块一中的反应速度比组块二快 就意味着你更倾向于希拉里而不是特朗普 如果你在组块二中的反应速度比组块一块 就意味着你更倾向于特朗普而不是希拉里 由于对Iat的文字描述很难被理解 所以我们在本章末尾提供了一个低技术含量的直笔测 这两个组块在相邻的页面上呈现 遵循这些简单的指导语 看看哪个更容易完成 哪个更难完成 即使是在反复尝试之后 Iat已经被证明是极具正义的 对于他是否真正衡量了内隐偏见或者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否只是一种误导性的假象 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 GRED与克兰莫斯基 2013 然而 如果Iat能够始终如一地预测重要的结果 特别是自我报告无法预测的结果 那么其在理论上的有效性和实践中的实用性都将被有力地证明 因此 在这里我们关注Iat是否可以较好的预测一个明显具有社会相关性的重要结果 投票行为 令人好奇的是 在政治态度领域 自我报告测量与Iat得分之间的相关最高NOSAC2007 因此 这两种方法可能讲述了一个相似的故事 并在预测的内容上存在重叠 不过 对于那些潜在的选民 即那些尚未做出决定的选民 Iat可能仍会提供一些特别有用的信息 这些人公开宣称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该把票投给谁 这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如果他们不知道 那其他人能知道吗 如果Iat涉及了无意识偏见 而这些无意识偏见又会引导人们的行为 那么Iat分数就能够预测那些尚未决定的选民 会投票给谁 即使这些选民自己都不知道 如果成功的话 这将是对Iat作为一种技术工具的有利认可 加尔迪 阿库里和加沃伦斯基 高迪 阿提里 宇格朗斯提 2008 在著名的期刊科学Science上发表了这方面的初步结果 贝士即将投票的议题是关于美国扩大在意大利的围勤查军事基地的提议 这一前景曾让当地居民产生严重分歧 首先 研究人员通过对基地扩大预期后果的简短调查 评估了贝士对基地的外显信念 其次 他们使用了一个能够对单个目标进行联想评估的Iat版本来评估贝士的自动联想 卡尔迪斯蒂与斯蒂曼 2006 最后 他们评估了贝士的投票意向 询问他们是以决定支持或反对扩建 还是仍未做出决定 研究人员在两个时间段时间一和时间二内完成了三项评估的全部实测 结果是惊人的 在时间一已做出决定的选民中 只有外显信念自我报告预测了他们在时间二的投票意向 相反 在时间一未做出决定的选民中 只有自动联想Iat评估预测了他们在时间二的投票意向 显然 Iat知道尚未决定的选民将如何投票 然而 这项研究有一个主要的缺点 他只测量了选民的投票意图 而不是投票本身 但休息一天并不等同于度假 其他的研究稍后将进行回顾 已经对这一发现提出了质疑 这促使拉库亚 Ratia 2016对该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以帮助釐清在投票方面 Iat能预测什么 不能预测什么 做了什么 拉库亚在瑞士进行了三项大型在线研究 这种环境是理想的 因为瑞士在定期就国家关心的问题进行全民投票方面是独一无二的 全民投票可直接决定结果 例如直接民主 这意味着当被是参与公投时 他们的行为可以被认为与他们对该问题的态度完全一致 相比之下 其他民主国家的公民则很少举行全民投票 几乎总是选举政治家代表他们投票 例如代议民主 这样一来 他们的投票行为就很可能反映了一种更复杂的态度 对政党政客和政策的态度 拉库亚的前两项研究 为第三项也是最有说服力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这一过程的关键目标是 找出实施IAT的最佳方法 研究仪涉及两项瑞士公投 一项是最低工资提案被彻底否决 另一项是购买昂贵的战斗机被勉强否决 在此 为了评估内隐态度 拉库亚使用了一种基于计算机的单目标IAT 由文字和图片组成 为了评估外显的态度 他使用了一种标准化的左右政治倾向自评量表 与加尔迪等人2008不同的是 拉库亚不仅评估了投票意向 还评估了实际投票 即选民是否已投票瑞士全民公投的周期长达数周 在这个阶段 为了简单起见 他在分析中排除了尚未做出决定的选民 研究二涉及的公投 关于用以单一的医疗保险公司为特色的替代体系 取代现有的竞争医疗 保险公司体系被广泛否决 在这项任务中 由于组织管理方面的原因 拉库亚尝试了一种不同的 在某些方面更为直接的单目标的IAT 在研究役中 由于需要安装一个 Web浏览器插件在线运行上述的IAT 近95%的潜在 被试音担心计算机感染病毒而不愿使用它 这是研究者面临的意想不到的障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他使用了一个直笔IAT的在线版本 不需要Web浏览器插件 它的形式与附录中的IAT相似 除了被试必须在20秒内 勾选尽可能多的方框 并且只出现了一个目标类别 他还使用了与研究亦相同的 左右政治倾向自评量表 以及类似的测量投票意向 和实际投票情况的方法 尚未做出决定的选民 被再次排除在外 研究三是拉库亚的关键研究 公投涉及一项 来自一个名为生态与人口的组织的提案 该组织以移民导致瑞士环境恶化为由 提议将每年移民瑞士的人数 限制在总人口1%的1%以内被彻底否决 这一次 外显态度更准确地反映到了公投问题上 因为其不仅取决于移民对环境的影响 还取决于限制移民是否会损害瑞士经济 并暗示瑞士具有排外文化 因此 贝士报告了他们对移民会影响瑞士环境 经济和文化的看法 单目标IAT研究二中使用的便是 以支持该提议的政党和政客的名字为特征 此外 研究三超越前两项研究的地方是 拉库亚还对已做决定和未做决定的选民进行了区分 他特意对贝士进行了两次评估 一次是在公投之前 另一次是在公投之后 因此 他能够将自己获得的结果 与加尔迪等人2008的研究结果进行精确的比较 而且他的样本量要大得多 发现了什么 在研究译中 自我报告的政治倾向 本身就能预测两次公投的投票意向和实际投票的情况 IAT分数也有同样的效果 这些结果显示 IAT能够预测投票行为 从而说明 他测量到了真正想测量的内容 但是 在任何情况下 自我报告的政治倾向 都是一个更强的预测指标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止依靠自我报告而放弃IAT呢?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 即使IAT总体上是一个较弱的预测因子 但仍然能够对自我报告之外的情况进行预测 确实如此吗? 该研究的结果与公投结果有所不同 在最低工资提案的公投中 所有IAT的预测都可以通过自我报告来做出 然而 在购买战斗机的公投上 IAT显示出了一些独特的预测能力 尽管不太明显 后一项公投结果证明了 IAT能够获得一些自我报告无法获得的信息 也就是说 自我报告测量的是一般的左右政治倾向 其对公投问题的映射不如 IAT精确 因此 就预测结果而言 或许 IAT拥有不公平的优势 在研究二中 最初的结果与研究亦相似 自我报告的政治倾向 能够预测投票意向和实际投票行为 IAT的分数也是如此 但同样程度较低 然而 这项研究中 关于IAT独立预测能力的证据较弱 在某些情况下缺乏统计学意义 在研究三中 拉库亚将他的研究结果 按选民是否做出决定 进行了分类 回想一下 如果IAT确实是一扇了解无意识的窗户 那么人们可能会期待 正如加尔迪等人2008所发现的那样 他能够预测那些未做决定的选民的投票情况 然而 拉库亚并没有观察到这一现象 反而发现了一些相反的现象 在已做出投票决定的选民中 出现了类似于研究意中 关于购买战斗机的结果 具体而言 自我报告与IAT都能够预测实际的投票行为 其中自我报告是较强的预测因子 而IAT仍表现出较低程度的独立预测能力 对于未做出投票决定的选民 情况也是如此 但是当IAT的预测作用本应更强的时候 它却不强了 因此 拉库亚并没有复制出加尔迪等人2008的惊人发现 作为一种有独特价值的预测工具 无论IAT是什么 它对已做出决定的选民都比未做出决定的选民更有价值 又怎么样了 与其他章节相比 本章的研究发现并不符合理论预期 相反 他们对一个关于特定社会过程的假设提出了严重的质疑 重要的是读者需要意识到 这既不令人担忧 也不罕见 相反 这是科学工作的一部分 每一位活跃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者都有实证结果 不符合预期的研究经验 查尔斯·达尔文的堂兄 托马斯·赫须黎 Thomas Huxley 爵士曾说过 一个美丽的假设 被一个丑陋的事实 扼杀是科学的一大悲剧 但他这句话 颇具讽刺意味 对科学家来说 一个被推翻的假设 正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是与真理的 一次可喜的邂逅 当然 错误是令人沮丧的 但另一种反应 盲目或教条地 坚持自己的错误 则是愚蠢的 此外 当一个结果以错误的方式出现时 他至少说明了 假设是可验证的 并足够具体地说明了 其余所获数据的不一致 一些模糊或一变的假设 甚至都不符合这一标准 其他研究者 Rocato与Zobmeister 2010 Fries Smith Plishka Blumpe 与Nosek 2012 也对能否复制出 加尔迪等人 2008的惊人结果 进行了检验 他们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 与拉库亚一致 Garonsky Gaudi 与Artery 2015 但有些研究者发现了某些证据 表明 IAT在预测投票意向 和实际投票行为上 超越了一些典型的自评测验 尽管如此 还是有两点需要注意 首先 预测优势的统计意义很小 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 其次 理论上的预期 IAT最适用于 对未做决定的选民进行预测 也遭到了反驳 因此 IAT当前的应用前景是复杂的 虽然它的预测效率超过了自我报告 但也仅仅是勉强超过 在失测IAT时 它所预测的内容并不会出现 也许从理论上讲 IAT所评估的内容 不仅仅是无意识层面的 Garonsky Hoffman 与Wilber 2006 再考虑一个 更大的应用前景 IAT的预测 效度已经在其他领域得到了评估 其中一个是消费者行为 在这里出现了同样的故事 Maison与Greg 2016 具体而言 IAT有时并非总是能在预测消费者的行为 表现上提供特定的帮助 然而 所预测的消费者行为并不是 你在理论上所期望的例如 不仅仅是对消费产品的自发选择 另一个领域是歧视行为 由于政治正确的压力 人们可能会对他人隐瞒自己的社会 刻板印象及偏见 甚至对自己都不承认 因此 人们对IAT的一个理论预期 就是讲述一个更真实的故事 普遍的研究结果 看上去与这个期望相一致 Greenwald Polman Women 与Bernage 2009 然而这一观点也受到了质疑 一些批评者指出 相关研究结果非常不稳定 并且被高估了 Oswald Mitchell Blanton Jacket 与Tedlock 2013 另一些人则指出 引用的许多其他研究 没有对歧视行为进行恰当的评估 Carlson 与Agerstrom 2016 如果你对此感到困惑或不知所措 那就对了 时政发现正不断涌现 支持生和反对生此起彼伏 细节决定成败 把他们全部整理出来 是件很困难的事 哎 正如奥斯卡 王尔德所说 真理很难纯粹 也从不简单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希望 你们对社会心理学的复杂现状 有一个真实的认识 可以去看看 我们引用的一些相关文献 你将看到复杂的讨论 是如何进行的 以及聪明的研究人员 是如何提出不同的意见的 至此 让我们得出一个暂定的结论 在我们看来 IAT绝对可以探测到 有关人们态度的特殊信息 然而 这究竟是什么还有待澄清 退一步讲 在预测人们的行为时 一项不起眼的分类任务 竟然可以与态度自评相媲美 这难道不值得 我们注意吗 人们的数字反应速度 可以反映出很多问题 后继 IAT被设计成一种技术工具 用来检测人们 没有意识到的信念和想法 但是 那些人们充分意识到 但仍希望错误报告的信念 和感受呢 我们之前就注意到 人们很不善于评直觉 判断谎言 对此有更好的识别工具吗 你可能听说过一种 通常被称为测谎仪的仪器 我们将通过分析它的优缺点 来总结并思考其中的一些问题 测谎仪主要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大多数人都很熟悉 被称为准绳问题测试法 Control Question Test CQT Criple 语绍 2015 犯罪嫌疑人 会被问一系列的问题 他们回答时的生理反应 会被连续地记录在一张图表上 包括他们的心率 脉搏 呼吸率 和排汗率 犯罪嫌疑人 经常被反复询问三组问题 与犯罪本身有关的问题 相关问题 与犯罪无关的问题 无关问题 此外 还有一些问题 虽与犯罪无关 但比那些与犯罪有关的问题 更容易让无辜的嫌疑人 心烦意乱 控制问题 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 那么有罪的嫌疑人 对相关问题的反应 应该比对控制问题更强烈 而无辜的嫌疑人 则要么表现出相反的模式 要么没有区别 不管有没有犯罪 无关问题引起的反应 应该是最弱的 CQT的主要问题是 一些间接因素 可能会导致无辜的嫌疑人 表现出犯罪特征 LIKIN 1998 例如 一个真正的强奸受害者 可能会因 他在相关问题上的反应 过于强烈 而被指控 原因很简单 只要提到他的强奸经历 就会唤起他的创伤性记忆 另一种情况是 当一位男性被错误的指控为强奸犯时 他可能会做出同样的反应 因为相关问题能够引起对错误起诉的合理焦虑 在这种情况下 控制问题通常范围很广 与过去的轻罪有关 但在影响程度方面 根本无法与相关问题相竞争 另外 我们也很难相信 CQT的失措人员 总能准确地判断出相关问题和控制问题 对无辜嫌疑人的影响 因此 CQT在理论上 就是容易出错的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3 根据文献综述 Rage 2008 P391 Table 15.1 可知 当CQT应用于该领域时 即使它能较好的辨别出 有罪的嫌疑人 83%至89% 但在找出无辜嫌疑人方面的表现 却非常差 53%至75% 这种工具被认为不适合 对一个人是否有罪做出法律决定 出于这个原因 除美国以外的 大多数国家都禁止在法庭上使用CQT 区分罪犯和无辜者的一种 更准确的方法 就是调查他们对犯罪的了解程度 犯罪知识测试 Guilty Knowledge Test GKT Lookin 1959 Ben Shocker 与Eloud 2003也被称为隐蔽信息测试 Concealed Information Test CIT 嫌疑人会被问一系列 只有犯罪方才可能知道的犯罪问题 在每个问题被问到后 会有很多个选项被大声宣读出来 这些选项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的 所有的设计对不知道犯罪细节的无辜嫌疑人也同样适用 嫌疑人对每个问题的生理反应都会被记录下来 如果哪个选项所传达的信息被识别出来 他们就会产生一个较强的生理反应结果 因此 有罪嫌疑人的反应模式就反映了他们的犯罪知识 而无辜嫌疑人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的是随机反应模式 问题和选项越多 区分就越明显 请注意 正是由于没有正确答案支持无辜嫌疑人 所以不太可能出现误报 因此 正如之前引用的那些文献综述所说 当GKT应用到该领域中时 尽管他在辨别有罪的嫌疑人上相当糟糕 42%至76% 但他很擅长找出无辜的嫌疑人 94%至98% 然而 考虑到被证明有罪之前皆无罪的原则 这并不构成什么道德问题 与CQT相比 GKT的一个局限性在于 如果犯罪的细节被广泛公布 或者无辜的嫌疑人也目击了犯罪过程 那么将很难提出合适的问题 也许正因为如此 GKT在刑事司法系统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广泛应用 近年来 针对各种测谎工具的研究如雨后春笋 Meyer Varsher Gamer Merkalbek 与Banshocker 2016 与IAT一样 很多研究设计都依赖于反应速度 Varsher Sachowski 与DeBay 2015 事实上 已有可靠的研究表明 由于说谎是一种比说真话更为复杂的心理活动 因此人们说谎时的反应速度会变慢 Sachowski Varsher Van Boxdale Ben Shaker 与Chrombus 2017 其他工具不仅要利用这一差异 而且还要扩大它 定时节抗反应测定仪 Time Antigonistic Response Lithiometer Terror 就是其中一位研究者的智慧结晶 与IAT一样 这也是一个分类任务 但与IAT不同的是 倍是被要求将陈述剧分为真勾和假剧 我们在这里不会讲述太多细节 只需注意到Terror在实验室中的准确率已高达80% Greg 2007 Greg Mahadavan Edwards 与Kleemosti 2014 并且是在我撰写本文的同时仍不断发展的许多新的 有前途的方法之一 综上所述 当我们天生的辨别能力 使我们感到挫败时 精妙的技术手段能够帮助我们包去心灵的外衣 但是 我们必须持续关注它们的弊端 如果有一条通往无意识 弗洛伊德关于梦的主张的道路 那么这条路上一定布满了荆棘 需要小心前行 启示 社会心理学家使用技术工具如内影联想测验来了解更多的个人信息 这些信息往往是他们不愿意说或没有意识到的 这些工具的使用有助于预测行为 你怎么想 你认为你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包含了那些你没有意识到的想法和感觉 他人的思想呢 你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同的吗 如果是的话 为什么 你是根据什么做出判断的 内影联想测验 IAT 样例 唐纳德 J特朗普VS希拉里 二 克林顿 引言 在接下来的两页中 每一页的中心都有一个单词栏 这些词可分为以下四类 特朗普 唐纳德 DJT 等于特朗普 克林顿 希拉里 HRC等于希拉里 恐怖 肮脏 可怕等于坏 可爱 很好 伟大等于好 你的任务是把单词按照类别进行分类 在不出错的情况下 尽快做 在每个单词的左边和右边 各有一个方框 作为两个类别标签下的反应方框 进行单词分类时 请勾选其对应类别标签下的方框 注意 为了不弄花这本书 你可以把这几页复印下来 或者用铅笔填写 首先 把你的铅笔放在单词栏上方的空白区域内 然后逐词地往下填 每次都请选择正确的方框 开始之前 请记下你手表上的时间 完成之后 再次记下时间 然后计算你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精确到秒 在这两个页面上 执行相同的操作 它们是不同的IAT组块 最后 比较一下你完成每一页所花的时间 你注意到差异了吗 这是否符合你对特朗普和克林顿 在意识层面上的态度 注意 如果你对该练习进行第二次尝试 请将单词从下道上依次分类 以减少练习效应 续前表 续前表 第24章 思维的框架 选择冒险还是谨慎行事 乐观主义者认为 相比前世和来生 现在生活的世界是最好的世界 而悲观主义者却担心 现在的世界已经是最好的世界了 罗伯特 奥本海默 Robert Oppenheimer 1904-1967 美国原子弹之父 背景 如果你觉得无聊 可以试试下面这个简单的实验 拿出三个玻璃杯 把第一个玻璃杯装满冰水 第二个装满热水 第三个装满温水 现在将左手放入第一个玻璃杯中 将右手放入第二个玻璃杯中 一分钟后 把双手都放入第三个玻璃杯中 结果是 同一杯水 在同一时间 左手感觉到了温暖 而右手却感觉冰凉 这个奇怪的经历说明了什么 这表明人们 对于刺激的感知 不仅取决于刺激的绝对强度 还取决于其相对强度 换言之 感知经历会受到对比背景的影响 在本章中 我们将回顾一些研究 这些研究表明 人们感知到的内容是真实的 而且判断和决策 也是根据这些感知内容所做出的 假设有人向你提出了以下提议 我们称之为提议X 如果现在必须在A肯定能得到15000美元和B有同等机会得到1000美元或2000美元之间做出选择 你会怎么选 结果显示 大多数人更喜欢选项A安全的选项 然而 有人可能会说 如何选择并不重要 因为两个选项的期望值Expected Value相同 一个选项的期望值是其发生的可能性乘以其发生的可取性 可能性用0不可能到1一定之间的值表示 可取性用贷单位通常是货币单位的数字来衡量 在前面的例子中 第一个选项的可能性为1 可取性为15000美元 可能性和可取性相成得出期望值为15000美元 第二个选项的期望值是两个可能结果之和 可能性0.5乘可取性1000美元 加可能性0.5乘可取性2000美元 该选项的期望值也是15000美元 与第一个选项的期望值相同 假设现在还有一个不同的提议 我们称之为提议Y 在得到可观的2000美元后 你必须在A立即退回5000美元和B 有同等机会退回1000美元或不退一分钱之间做出选择 这次你会怎么选 在这种情况下 更多的人倾向于选项B冒险的选项 经过思考就会发现 TX和TY实际上是等价的 只是表述不同而已 得到2000美元后退回5000美元提议Y和直接得到15000美元提议X是一样的 而得到2000美元后冒险返还1000美元或一分钱不还提议Y 与直接得到1000美元或2000美元提议X也相同 然而等价提议的不同描述方式却使人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这是为什么呢 前景理论Prostat Theory Kahneman 与Trustee 1981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这一理论认为人们将收益或损失分别视为背离现实的收益或代价 而背离现实的程度和方向取决于人类的思维如何将期望值转化为主观印象 前景理论认为这一转变遵循四条心理学定律 在此我们将对其中三个定律进行描述 第四个定律将会在又怎么样了部分进行描述 前景理论的第一条定律是 随着收益的增加 个体对新增收益的感知度将降低 例如 如果你一年只挣1000美元 那么增加1000美元可能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 但是如果你一年已经挣了1000000美元 那么增加1000美元可能并不会让你有多高兴 第二条定律是第一条定律的镜像 随着损失的增加 个体对新增损失的感知度也将降低 例如 如果你在赌博中损失了1000美元 那么再损失1000美元会让你很苦恼 但是 如果你已经损失了1000000美元 那么再损失1000美元可能并不会给你增加烦恼 前景理论的第三个定律与本研究最相关 人们的选择倾向会根据是否预期到潜在损失和收益而发生变化 具体而言 当潜在的收益在招手时 人们更倾向于规避风险 但当潜在的损失迫近时 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冒险 因此 前景理论阐明了为什么人们更倾向于选择肯定能获得15000美元 而不是同等机会获得1000美元或2000美元 因为回报是用收益来描述的 所以人们更倾向于选择确定的结果 前景理论也阐明了在得到2000美元之后 为什么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同等机会损失1000美元或0美元 而不是确定损失5000美元 因为当回报基于损失描述时 人们更倾向于选择不确定的结果 从得失的角度来描述选项会如何影响人们的选择 对提高信息的说服力有一定的启发 社会心理学的一个主要分支就主要关注什么因素会导致或阻止个体的态度发生改变 Patty 与 Wegener 1998 见本书第20章 事实证明前景理论可以有效地扩展到如何提高信息 尤其是提倡采取健康行为的信息的说服力上 正如金融选择可被描述为的语诗一样 健康行为也可以被描述为的语诗 他们可以通过进行健康行为所产生的收益 或不进行健康行为所产生的损失来描述 例如 如果你戒烟 你的健康将会受益这句话就是获得框架 因为它赞扬了戒烟的好处 相比之下 如果你继续吸烟 你的健康将受到损害的说法就是损失框架 因为它谴责了继续吸烟的恶习 健康行为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是疾病检测行为如脑部扫描 另一类是疾病预防行为如锻炼 人们往往以不同的方式感知这些行为 一方面 由于疾病检测行为有时能揭示疾病的存在 其通常被视为有风险的行为 因此 由于担心发现无法治疗的肿瘤 人们可能会害怕进行脑部扫描 另一方面 由于疾病预防行为的目标是维持健康 其通常被认为是安全的行为 因此 锻炼在心理上与保持健康和苗条有联系 而不是与发现疾病有联系 但是 这与前景理论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可以认为 安全和风险的区别与确定和不确定的区别 密切相关 在日常用语中 安全和确定性是相对应的确定的事情 安全的赌注 而风险和不确定性是相对应的不确定的交易 不确定的前景 因此 前景理论对确定不确定的结果变化的解释 可能也是用于安全风险的结果变化 在此推测的基础上 罗斯曼 马蒂诺 彼得尔 德特维勒和萨洛维 罗斯曼 马蒂诺 伯德特维勒 与 斯拉维 1999提出了以下假设 疾病预防行为与安全和确定的结果相联系 应该更受获得框架信息的影响 而疾病检测行为与风险和不确定的结果相联系 应该更受损失框架信息的影响 换句话说 不同的描述应该会影响被视对不同类型的健康行为的选择 先前的研究已经发现了与上述假设大体一致的结果 例如 在说服妇女接受乳房X光检查一种疾病检测行为方面 Banks et al 1995 损失框架信息的说服力要优于获得框架信息 但是在使用防晒霜一种疾病预防行为方面 Deadweiler Badell Selavi Pronin 与Rofman 1999 获得框架信息的说服力要优于损失框架信息 然而 目前尚不清楚这两项研究结果的不同是由于实验中信息描述方式的不同 还是由于两个实验采用的健康行为不同 因此 研究者需要研究同一种行为 这种行为从疾病预防和疾病检测角度都能令人信服地描述出来 最后 他们找到了一种这样的行为虽然不怎么典型 洗牙 洗牙的方式有两种 一是抗菌清洗 可以防止牙菌般的积聚 二是暴露清洗 可以暴露牙菌般的存在 两种洗牙类型在现实生活中的使用比例相近 抗菌清洗显然是一种疾病预防行为 而暴露清洗则是一种疾病检测行为 罗斯曼等人1999预测 与前景理论一致 强调收益的信息更能说服 被是选择抗菌清洗 而强调损失的信息则更能说服 被是采用暴露清洗 做了什么 120名明尼苏达大学的本科生 大部分是女性参与了这项实验 当被是来到实验室后 主是告知他们实验的目的是 评价一本牙齿保健宣传册的有效性 为了避免被是出现反应偏向 主是隐藏了研究的真实目的 他们发给被是美人 一本看起来很专业的小册子 共四页 这本小册子中包含了许多 关于牙齿保健的信息 不同实验条件下的信息 基本相同 仅在两个关键的方面存在差异 推荐哪种牙齿保健措施 以及如何描述这些措施 具体而言 120名被是中的一半 会独到推荐使用抗菌清洗的信息 而另一半则会独到推荐使用暴露清洗的信息 此外 在这两种实验条件下 均有一半被是读到的信息采用的是获得框架描述 而另一半读到的信息采用的是损失框架描述 综上所述 研究共有四种实验条件 每种实验条件有30名被是 研究采用的是2乘以2的被世间设计 被鼓励使用抗菌清洗的 被是所阅读的 获得框架下的内容为 使用抗菌清洗的人 正利用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 来减少牙菌斑的机具 而其所阅读的 损失框架下的内容为 不使用抗菌清洗的人 无法利用这一安全有效的方法 减少牙菌斑机具 被鼓励使用暴露清洗的 被是所阅读的 获得框架下的内容为 刷牙前使用暴露清洗 具有增强检测牙菌斑块 机具区域的能力 而其所阅读的 损失框架下的内容为 刷牙前不使用暴露清洗 会限制检测牙菌斑块 机具区域的能力 这些描述在措辞上的差异 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 根据前景理论的观点 它们会对建议的说服力 产生影响 研究者的主要兴趣在于 小册子对被视行为的影响 因此 在实验快结束的时候 被视收到了一张贴 有邮票的明信片 它们被告知 可以在回去之后 将明信片邮寄回来 以获取一份免费的 抗菌清洗 或暴露清洗用品的样品 取决于它们 被分配的条件 研究者预测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当强调使用抗菌清洗的好处时 会有更多的被视邮寄明信片 以获得它的用品 样品 而当强调不使用 暴露清洗的损失时 会有更多的被视邮寄明信片 以获得它的用品 样品 为了进行彻底的调查 被视被要求 对小册子的说服力 进行自我报告 在分发明信片前 它们被要求指出 A. 对洗牙的态度 通过评估其有效性 益处 重要性和可取性 B. 购买和使用洗牙用品的意图 以及 C. 愿意为洗牙支付多少钱 此外 研究者还评估了 这些小册子的趣味性 带入感和信息量 尽管在不同的条件下 没有预期的差别 被视还进行了几项 额外的自我报告测试 在阅读小册子前 它们提供了自己的背景信息 和牙科就诊时 以便研究者 可以确保这些因素 不会对不同描述的操作 产生影响 在阅读完小册子后 贝士完成了另外两项测验 这进一步揭示了 贝士对小册子中 所含信息的反应和处理 这样做可以对一些 可能会调节 有助于实现 框架信息效应的心理机制 进行处理 在阅读小册子时 贝士被要求说出 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贝士还对阅读小册子 前后的情况进行了评估 评估了他们认为 自己在当前的牙齿保健中 会患牙龈疾病的可能性 以及一旦患上牙龈疾病 会有多严重 通过贝士所做的前后评估 研究者能够评价每位 贝士对牙龈疾病风险 和严重程度的感知 是如何因阅读小册子 而改变的 最后 研究者对框架操作进行了检查 要求贝士对小册子的整体语调 以及是强调了洗牙的好处 还是不洗牙的损失 进行了评定 发现了什么 根据前景理论的扩展 研究者预测 以潜在收益为框架推荐 疾病预防行为的信息 和以潜在损失为 框架推荐疾病检测行为的信息 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贝士邮寄明信片 来获得洗牙用品样品的情况 清晰地支持了这一假设 在那些阅读了 采用获得框架推荐 使用抗菌清洗 防止牙菌斑机具 和牙龈疾病信息的被适中 有更多的人寄来了明信片 在阅读采用损失框架 推荐使用暴露清洗 用来检测牙菌斑机具 和牙龈疾病信息的被适中 有更多的人寄来了明信片 此外 在被试购买和使用 洗牙用品意愿方面 也出现了类似的交互模式 如图24-1所示 图24-1 在阅读损失 或获得框架下的健康信息后 要求使用抗菌清洗 或暴露清洗的被试百分比 另外两项发现 增强了研究者 对上述结论有效性的信心 首先 对实验操作的检查 表明实验中的信息 确实被适当地描述了 被试报告 获得框架的信息 用积极的语调 强调了收益 而损失框架的信息 用消极的口吻 强调了损失 其次 被试的背景信息 如牙科病史 未对结果产生任何显著影响 在主要假设 得到明确的支持后 研究者继续探讨 心理调节的问题 在框架操纵的影响下 被试的心理状态 会发生什么变化 我们未对所有指标进行回顾 而只概述了一个 关于框架操作如何起作用的 有意思的解释 并从总体上评估了调节的作用 一个事件 越容易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 人们就越认为 它容易发生 Twaspy 与 Kahneman 1973 因此 被试会高估生动 或有新闻价值的 死亡原因发生的概率 如飞机劫持 而低估 不为人知和平常的 死亡原因发生的概率 如血栓 Kuns 与Slavik 1979 这种可得性偏差 Available Bias 可能也在本研究中 发挥了作用 具体而言 提倡使用 暴露清洗的信息 可能主要让人想到 不清洗的损失 牙龈疾病 从而增加了 这些损失的 感知可能性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损失框架的信息 通过利用 被试对这些 不利影响的反感 会比获得框架的信息 更具说服力 相反 提倡使用 抗菌清洗的信息 可能主要让人想到 清洗的好处 健康的牙龈 从而增加了 这些优点的 感知可能性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获得框架的信息 通过利用人们 对这些好处的追求 会比损失框架的信息 更具说服力 如果这种解释正确 那么对牙龈疾病的 感知可能性 以及对牙齿健康 明显的担心 在疾病检测条件下 都应该比 疾病预防条件下更大 然而 没有证据表明 是这样的 因此 我们推翻了这种解释 实际上 被试对洗牙的态度 和邮寄明信片倾向之间 总体上并没有联系 对于态度和行为之间 这种奇怪的脱节 有几种可能的解释 首先 研究者可能没有找到 合适的中介变量 例如 他们仅仅让被试评估了 自己总体感染 或避免牙龈疾病的可能性 而没有让其对使用 或不使用清洗用品 导致感染 或避免牙龈疾病的可能性 进行评估 因此 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其次 被试的自我报告 可能受到了反应偏差的影响 例如 他们对洗牙的态度 可能反映了 他们觉得 是否应该清洗 而不是他们是否倾向于清洗 最后 被试行为的心理原因 可能根本无法 从其自我报告中获得 行为的原因 通常无法通过内省 来识别 Nispat与Wilson 1977 见本书第十四章 尽管未能找到中介变量 社会心理学研究中 并非事事顺利 但本研究提供了清晰的证据表明 操纵信息的框架和内容 可以提高促进健康信息的有效性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罗斯曼等人 1999 进行了一项额外的研究 要求 被试阅读一条 同样是采用 获得或损失框架 提倡检测 或预防病毒感染的信息 这项研究的结果 与本研究的结果相吻合 又怎么样了 如果人们希望理性的形式 那就应该通过权衡 不同方式 所产生的各种结果的可能性 和可取性 来做决定 这些结果的不同 描述方式本没有区别 杯子里的水 无论被描述为半满或半空 其解渴程度 都是相同的 然而 事实证明 人们的思维 却明显的被潜在结果的描述方式所左右 信息的呈现方式 尤其是强调损失或收益 影响了决策过程 因此 我们对世界上的事物 所做出的判断 似乎不是依据它们本身 而是依据 它们与其他事物的相对关系 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 也证明了不同的描述方式 如何影响人们的决策 其中一个 是我们对心理预算 Cykit Budgets的使用 Failure 1980 我们是否愿意花钱 往往取决于 我们对未来支出的分类 例如 我们在准备买房时 可能会比买了房后 在花园小矮人等额外物品上花 更多的钱 因为在买房之前 小矮人的费用 在整个房子 昂贵的预算下 显得微不足道 而买房之后 小矮人的花费在 每天紧缩的预算下 就显得相当奢侈了 毫无疑问 销售专家 很乐于利用我们的预算偏差 狡猾地为大宗商品的配件定价 另一个 关于框架效应的例子 涉及提供选项 即要么维持现状 要么改变它 假设你患某种致命疾病的概率 几乎为零 那你愿意支付多少钱 来避免千分之一患这种病的可能 大多数人说愿意付几千美元 但是假设你已经有千分之一的可能得了这种病 那你愿意花多少钱把这种风险降到零 相反 大多数人说只愿意支付几百美元 这是为什么 前景理论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定律提供了答案 大多数人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 这个假设的一个启示是 为了诱使人们接受一场输赢机会均等的赌博 有必要对赢钱给予更多奖励 而不是惩罚输钱 例如 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愿意接受以同等机会赢得200美元或损失100美元 即使赌博的期望值是正的 左元括号0.5乘以200美元 左元括号0.5乘以100美元 等于50美元 Trusty 与Shar 1992 这一发现强烈的表明 人们倾向于维持现状 即使牺牲未来可能获得的好处 这种现状偏见 Status Core Bias 表现在很多方面 例如 人们准备出售某些物品时的售价 往往会高于准备购买时的出价 Conderman Natch 与Failer 1991 这表明 对买方而言 一个物品潜在的损失 所带来的不愉快 要远远多于该物品潜在的收益 所带来的愉快 的确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 目前存在 而且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的安排 似乎比可能存在的安排 更受欢迎 Aderman 与Crando 2012 这种维持现状的偏见 可以解释 为什么人们会为避免潜在风险 而付出更多 而不是为消除已经存在的风险 因为潜在风险可能会打破现状 导致人们用更高的成本去恢复现状 相比之下 已存在的风险反映了现状 因此 尽管维持现状不是有益的 但却似乎是顺其自然的 但是为什么在心理上 成本要重于收益呢 这可能是一个残酷的事实 我们经受痛苦的潜力 超过了体验快乐的潜力 糟糕的精力 似乎比好的精力对我们的影响更大 Balmeister Breadslisty Think and Heart 与Vos 2001 因此 谨慎可能比勇敢更适合我们 另一种可能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倾向于把成本看得比收益更重要 因为这给我们的祖先带来了生存优势 危险的远古环境 可能更适合那些规避风险的学居人 而不是寻求风险的学居人 因此 前者大量繁衍 从而造就了今天的我们 当然 这并不否认 人们在风险偏好方面 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 例如 平均而言 高自尊的人比低自尊的人 会采取更多的冒险行为 Balmeister Tess 与Hatton 1989 我们仅仅是说 规避风险是人类的特征 在这一点上 聪明的读者可能会想 如果前景理论是正确的 那为什么赌博会成为如此受欢迎的消遣呢 为什么人们在面对客观可能性时 通常把谨慎抛诸脑后 一个答案是 因为大多数赌金在心理上是微不足道的 如果只能下非常大的赌注 相对于一个人的收入来说 那么赌博可能会在一夜之间消失 因此 只有在涉及大量资金时 前景理论才适用 后继 一旦理解了对特定问题的描述 是如何破坏理性判断的 我们可能就会发现 自己处于一种奇怪的心理分裂状态 一方面 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判断 应该如何不受影响 另一方面 我们仍可以感觉到 自己的判断在这样那样中摇摆 就好像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 同时存在或至少在快速切换 聪明的理解控制非理性 而愚蠢的那个什么都相信 康德们 2011 当人们注意到其他类型的认知偏见 特别是那些涉及概率判断的偏见时 这种心理二元性也会出现 假设有一种彩票 中奖的六个数字是从36个数字中随机抽取的 现在有两张彩票在出售 一张是数字1 2 3 4 5 6 另一张是数字2 18 17 29 4 35 你会购买哪张 你可能对第二张彩票有本能的偏好 因为我们认为号码随机的彩票中奖的概率似乎比号码连续的彩票中奖的概率要高 当然 稍微思考一下就能发现 偏好其中某张彩票是不合理的 因为无论是哪六个数字的组合 其中奖概率都是一样的 人们之所以会产生错误 是因为随机数字一般会比连续数字更可能中奖 这是现实中代表性偏差representative bias的一个例子 我们选择以随机数为特征的彩票 是根据其与以往中奖彩票的相似性 而不是根据正确的统计逻辑Conneman与Trustee 1972 然而 尽管这一解释在理性上令人信服 但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对非连续号码彩票的偏好仍然存在 如何理解我们的一半大脑能理解某些东西 而另一半大脑却不能呢 一种方式就是以错觉来做类比 Pi Tele-Palmerini 1996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当火车停下来时 你凝视窗外 却发现火车似乎在向相反的方向行驶 其实你可以通过将车窗上的任何一点与站台上的一点对准 来确认没有相对运动 从而证明火车是静止的 尽管这种验证方式的准确性不容置疑 但我们仍感觉火车在向后移动 这种类型的错觉无法从我们的意识中消除 因为我们的大脑偏生就会产生他们 Bruce Green 与Georgson 1996 任何努力都不能使他们消失 错觉的特点只能被抽象的思考 许多认知偏见可能也是如此 启示 人们在强调收益时会选择规避风险 而在强调损失时则会选择冒险 因此 一个选择如何被描述是基于损失还是基于收益对人们如何做选择的影响程度 远远超过了不同行为方式可能带来的客观结果的影响 你怎么想 我们总是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 但我们认为有些风险是可接受的 有些风险是不可接受的 人们对不同风险的规避在多大程度上与他们客观发生的概率相关 人们应该害怕交通事故 枪击 宗教恐怖主义或心脏病吗 第25章 被排斥的愤怒 排斥使人大发雷霆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 在大海里独具 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 约翰 邓恩 张道 1572-1631 英国玄学派诗人 背景 2000年4月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两名学生 埃里克 哈里斯 埃里克 哈里斯 和迪伦 克莱伯德 迪伦 克莱伯德 比平时到达学校的时间晚了一点 因为他们那天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谋杀自己的同学和老师 他们穿着黑色的风衣 背着两个装满枪支和炸药的行李袋 有条不紊地开始了一场杀戮狂欢 在15分钟内 他们造成了13人死亡 21人受伤 如果他们所有的爆炸物都按计划引爆 那死亡人数将增加好几倍 半个小时后 在警察的包围下 沉浸在大屠杀中的哈里斯和克莱伯德把枪对准了自己 每当有不好 意想不到 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时 人们都想知道原因 Pisa Chinsky 与 Greenberg 1981 哥伦拜恩高中发生的大屠杀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悲剧发生后的几天 甚至几周里 人们都在讨论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两名学生要屠杀整个学校的学生 他们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可怕的行为 是什么激起了他们的仇恨之火 使他们如此无差别地发泄自己的愤怒 人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 也许哈里斯和克莱伯德是天生的杀手 他们天生就有毁灭的本能 也许他们受到了环境中邪恶力量 北美枪支游说团体 暴力电影的魅力 哥特亚文化的悲观主义的影响 又或者这都是他们父母的过错 父母没有给他们足够的爱 没有把他们培养成尊重他人的人 也没有注意到他们正在变成什么样的怪物 与许多危机事件一样 关于哥伦拜恩惨案可能并没有简单的解释 有可能是多个因素 共同导致了哈里斯和克莱伯德的行为 单独拿出任何一个因素来解释他们的行为 都显得过于单薄 尽管这样做能给丧失亲友的人带来一丝真相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批判性的调查 一系列可能的原因 并希望能够拼凑出一个暂时的理解 关于是什么让小镇上的青少年变成了大杀手 那么社会心理学家如何看待这次事件发生的原因呢 有些社会心理学家发现 人们往往低估了情境的影响 见第四章第八章和第十章 因此他们想知道是什么社会影响不知不觉中 把哈里斯和克莱伯德逼上了悬崖 当然有一些影响因素可以立刻被排除 例如哈里斯和克莱伯德都遵守社会规范 第一章 也没有服从权威人物方面的压力 第四章 他们周围也没有坏榜样 或有人发出攻击指令 事实上 他们的大屠杀行为 是一种毫无顾忌的自我主张 他们完全违反了公民准则 如果确实是社会对他们产生了影响 那么这种影响一定是远距离影响在空间和时间上都相距很远 而非近距离影响在当前的环境中 并且这种影响一定是逐渐侵蚀而不是突然袭击的 从哈里斯的日记中可以发现 这场大屠杀他已经酝酿了一年 究竟是什么样的远距离影响 导致了哈里斯和克莱伯德的疯狂行径呢 一种可能是社会排斥 Social Exclusion 这两个男孩已经在青少年团体的边缘生活了很长时间 主流小团体拒绝他们的加入 因此他们无法获得小团体 通常会给青少年带来的声望和地位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 他们被同龄人排斥 并对这种排斥产生了怨恨 例如克莱伯德写道 我就是一个被排斥的人 所有人都在拒绝我 警方的官方报告也指出 哈里斯和克莱伯德的日记中都写道自己不合群 不被接受 他们密谋对付所有他们认为无理的人 包括运动员 拒绝他们的女孩 其他被排斥的人 以及其他任何他们认为不接受自己的人 为了验证这种可能性 研究者探讨了社会排斥和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 例如大多数暴力犯罪都是由人际关系较差的年轻人犯下的 Galbarino 1999 此外 被同龄人排斥的孩子更有可能恐吓和攻击其他孩子 Nukum Boroski 与Patty 1993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团体内的成员更有敌意 又或者是在这种情景下 他们只能选择暴力 因为他们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 大多数研究都得出了社会排斥会引发反社会行为的结果 然而 根据镜像理论 我们可以认为反社会行为也会引发社会排斥 即人们都不愿意和暴力的人做朋友 在组织良好的公民社会中 大家可能都会排斥那种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 肆意侮辱或攻击社会群体中其他成员的人 目前尚不清楚是社会排斥引发了反社会行为 还是反社会行为引发了社会排斥 有可能被社会排斥的个体 人性中最强大的驱动力之一 归属需要受到了阻碍 Balmeister与Leary 1995 人们可能会认为不能与他人建立和谐的关系会导致精神障碍 进而产生反社会行为 然而 如果经历了社会排斥的个体迫切渴望满足归属感 那他们可能会比被接纳的同龄人更努力地讨人喜欢 更努力地表现得友好 合作和慷慨 以增加被接纳的机会 因此 社会排斥可能并不是反社会行为产生的原因 要想使这一说法具有说服力 最好的方法是设计一个实验来验证它 特温格 鲍麦斯特 泰斯和施图克 Twin 鲍麦斯特 Tess 2001将社会排斥从其他可能相混淆的因素 例如 性格恶劣中分离了出来 以便单独考察其对反社会行为的影响 做了什么 特温格等人 2001在他们的研究中一共进行了五个实验 本章只着重讲述其中一个实验 对其余四个实验只做减要概述 被视为30名大学生 其中17名男生 13名女生 在实验过程中 一部分被视会经历冷淡的对待 以此来操纵社会排斥情境 实验是在4-6名同性群体中进行的 被视首先被要求参与一项互相熟悉的活动 在活动中 他们需要记住彼此的名字 并针对某一问题轮流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15分钟后 他们被转移到私人隔间 在那里 他们被要求在纸上写下 在之后的任务中最愿意与哪两位成员合作 然后主事把纸拿走 并承诺很快就会回来告诉他新小组的组成情况 在主事离开的时间里 被视需要写一篇文章来表达自己对堕胎的看法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之后 我再阐述 接下来主事返回并告诉被视以下两个消息中的一个 在接纳条件下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每个人都愿意与你合作 在排斥条件下 很不幸 没有人愿意与你合作 特温格等人 2001感兴趣的是被视被排斥或被接纳后的感受 并假设被排斥的个体会产生悲伤或焦虑的情绪 因为前人的研究已经发现 对社会排斥的恐惧与精神痛苦显著相关 Balmeister与Leary 1995 因此 被视被要求填写一份情绪自评量表 以评估他们的情绪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当被视填写情绪量表时 主是走过来告诉他们 现在需要把他们之前所写的关于堕胎的文章 交给一位同性别 但在另一个房间的其他组 被视评分 当然这位评分的 被视是主是虚构的 这样做 主要是为了让真被视相信 之后的负面反馈是真的 并评估他们随后的反应性 攻击水平 被视在填写完情绪量表后 就会收到另一名 被视对他们文章内容的反馈 反馈信息非常关键 因为反馈表的总结 评论一栏赫然写道 这是我读过的最糟糕的文章之一 文章的各个方面 如组织 风格 都遭到了批评 可以想象 人们在面对这种 意想不到的负面反馈时 会有多么愤怒 他们甚至想知道另一名被视是谁 为什么要侮辱他们的努力和智商 接着 被视被告知现在要和伤害了自己自尊心的被视 进行一项比赛 比赛内容是谁能根据电脑线索更快的按键 在每一轮比赛结束后 反应慢的人的耳机中会传来一段令人不悦的白噪音 当然整个游戏都是虚构的 电脑只是偶尔向被视发出一阵噪音 实验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是 被视可以控制噪音的强度和持续时间 在每轮开始前可以设置对方所受惩罚的噪音强度範围为零致时和持续时间 通过按住鼠标按钮来控制 被视的攻击水平是通过第一次设置的噪音强度和持续时间来计算的 在第一轮比赛中 他们的对手很默契地输了 前人的研究表明 这是衡量攻击性最敏感的方法 实验结束后 主事仔细地询问了被视的情况 特温格等人2001考虑到 实验操纵方式会给被视带来一些压力 在实验中告诉他们没有人愿意和他们一起工作 或批评了他们所写的文章 或既没人愿意与他们共事 文章又受到了批评 这会使他们在实验结束后都很难振作起来 因此需要在实验结束后向他们解释整个实验 直到他们完全明白自己并没有被真正排斥 也没有人再真正评估他们的文章 尤其是对于那些被排斥的被视 主事需要向其再三说明 其他被视选择了和他们一起工作 此外 主事还要为被欺骗的 被视可能经历的任何不适而道歉 科学研究是否可以采用这种实验方法 仍有待与读者商榷 但是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 人们在生活中被忽视或受到严厉批评的情况并不少见 大多数人很快就能翻篇 第四章和第十章更全面地讨论了在人类被视身上进行实验的伦理问题 发现了什么? 关键的问题是 被排斥的经历是否会增加被视对曾经严厉批评他的人的攻击性? 答案是肯定的 被排斥的被视比被接纳的被视表现出了更大的攻击性 他们选择更长时间的发出更强烈的噪音 被排斥的个体感觉被切断了与他人的联系 于是采用更恶毒的手段进行报复如图25-1所示 特温格等人2001研究中的其他实验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在这些实验中 社会排斥被以一种更抽象的方式操纵 即依据虚假的性格测试结果 告知被视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中的一个 在排斥条件下 被视被告知自己可能会孤独终老 虽然他们目前可能正享受着令人满意的社会关系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关系终将变淡和破裂 在接纳条件下 被视则被告知自己的晚年会有很多人陪伴 他们的人际关系网络将一直持续下去 同样 被视的攻击性也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测量的 被视被告知 之前批评他们文章的人 正在申请成为心理学系的研究助理 而系里非常重视曾经参与研究的 被视对这个人的看法 因此 在被视需要回答的调查问卷上 有这样一道题 如果我负责招聘研究助理 那我会聘用这位申请人吗? 被视需要在会与不会之间做出选择 在本实验和后续的实验中均发现 社会排斥条件下的被视总是表现出更大的敌意 之所以采用不同的操作方法和测量方式 是为了降低实验结果的偶然性 使研究者对实验结果的信度更有信心 进一步回顾见Williams 2007 图25-1 一、在被同伴排斥或接纳后 被视对之前批评自己文章的人进行噪音惩罚时 设置的噪音强度和持续时间 此外 一些实验中还有第三种条件 不幸条件 在这种条件下 被视被告知 虽然他们目前生活得很平静 但是之后一定会发生不幸 设置这一条件的目的是 将社会排斥的影响与不愉快 但非社会事件的影响区分开来 正如预期的那样 只有社会排斥条件下的 被视才更有攻击性 为什么社会排斥 会让人们表现得更有攻击性呢? 有一种可能是 社会排斥会让个体的情绪更加消极 而消极情绪会引发攻击行为 令人惊讶的是 在特温格等人2001的研究中 并没有发现这种结果 被同龄人排斥 本实验或被告知 孤独终老 其他实验都不会让被视感觉更糟 社会排斥对攻击性的影响 并不取决于情绪 是积极还是消极 因此 其并不是通过增加消极情绪 来增加攻击行为的 又怎么样了? 在特温格等人2001 进行这项研究之前 我们并不清楚 社会排斥是否会提高攻击性 现在我们知道 社会排斥是能够提高攻击性的 尤其是报复性攻击 因此 社会排斥更可能是 哈里斯和克莱伯德等人 发动恐怖活动的原因之一 社会排斥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调节 例如 影响社会排斥的因素 影响问题人格的因素 以及二者的结合 以臭名昭著的 炸弹克特德卡钦斯基 Ted Kaczynski为例 在20多年的时间里 这位前数学教授 向多位计算机领域的专家 邮寄了致命爆炸物 以抗议他所认为的 现代技术的弊端 儿童时期的卡钦斯基 非常害羞 不善交际 超群的智力 加重了他的社交困难 由于跳级 他被班上的大男孩欺负 16岁时 他考入了哈佛大学 但在那里 他变得更加孤独 由于无法与他人建立联系 卡钦斯基选择了与世隔绝 并最终决定 独自生活在蒙大拿州的荒野中 对他人的回避 进一步削弱了他的人际 交往能力 由于得不到友谊的慰藉 他将科技社会 视为令人堕落的毒药 并试图杀死 那些支持科技社会的人 以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 正是卡钦斯基 幼年时的内向性格 助推了其人生道路上 遭受的社会排斥 久而久之 这种强烈的被排斥感 又提高了他的攻击性 最终将其从一个 缺乏自信的神童 变成了无情的杀手 这一结果 并非难以置信 实验研究表明 社会排斥滋生了 各种反社会倾向 TES Twain 与 Schmeichel 2001 例如 如果告知大学生 他们未来会孤独终老 那他们就更有可能 在现实完成的考试中 延迟交卷 在竞争游戏中 表现出敌对行为 以及在面对 需要捐助的对象时 拒绝提供帮助 讽刺的是 远离社会生活的孤岛 并不适合人们居住 到目前为止 仍有一个问题 需要解答 被排斥者的内心 在想什么 特温格等人 2001的研究结果发现 情绪对攻击性 并没有影响 被排斥后的 被事情感麻木 对任何事情 都不感兴趣 或许被排斥后的 其他心理过程 与攻击性水平的提高有关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经历过社会排斥的个体会 试图压抑日益增长的孤独感 这种尝试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 因为他们设法生成了一种 相对中性的情绪状态 然而 这种做法是一种自我消耗 会造成被排斥者的意志力短缺 Balmeister Bretz Laisky Mirayvan 与Tess 1998 见本书第22章 因此 他们可能抑制不住 自己原本可以抑制得住的冲动 从而实施了攻击行为 这一说法 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 Balmeister Twen 与Chiara Co 2002 当被要求在 高脂糖果和健康食品之间 做出选择时 与其他被试相比 被排斥者 往往会选择前者 一种冲动 且轻率的选择 也许长期与他人隔绝 会导致个体的精神疲惫 进而失去 对长期友谊目标的兴趣 转而选择有害的短期目标 或者 由于不习惯履行 社会生活的职责和义务 个体意志 反社会倾向的能力 减弱了 Balmeister 与X-Line 1999 无论哪种方式 被排斥者 都可能倾向于 攻击他们所谓的敌人 在外人看来 他们攻击的目标 往往非常武断 以哈里斯 和克莱伯德为例 媒体对他们疯狂开枪之前 已经列出了一份杀人名单的事实 进行了大肆渲染 然而 最终的受害者 只有一个是名单上的 正如目击者所言 这次校园杀戮是随机的 这一现象 与特温格等人 2001的另一项 实验结果相一致 被排斥者 不仅会攻击 冒犯自己的人 也会攻击 从未见过的人 他们的复仇 似乎具有普遍性 不仅针对 曾经排斥过自己的人 而且还针对无辜者 社会排斥 不仅会阻碍个体的归属需要 还会阻碍 其他基本需要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 Dessie与Ryan 2000 思维流畅的基础 是个体对关系 胜任和自主的满足 显然 社会排斥 使个体 难以与他人建立联系 归属需要 得不到满足 难以有效地完成任务 例如 难以说服别人 有效地帮助自己 难以展现自己 例如 难以通过专业 联系促进商业投资 因此 被排斥者 会选择用极端的方式 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如在别人眼中 变得臭名昭著 满足关系需求 完成一些重要的事情 满足胜任需求 或控制别人的命运 满足自主需求 考虑到社会排斥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特温格等人 2001研究中的最后一项实验 给出了答案 这项实验的结果发现 尽管被排斥者 对冒犯过自己的人和陌生人 都表现得更有攻击性 但对表扬过自己的人 却没有表现出攻击性 由此可见 善意的语言 可能会消除社会排斥 所滋生的反社会倾向 如果有同学偶尔赞扬过 克莱伯德和哈里斯 或许他们就不会进行这场屠杀 可能正是社会排斥加上 被嘲讽为孤独者和失败者 引发了他们的暴力行为 事实上 社会排斥也会引发生理上的痛苦 Eisenberg Liberman 与Williams 2003 McDonald与Leary 2005 这或许可以解释 为什么社会排斥会引发攻击行为 当然 要消除社会排斥所造成的伤害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把害羞 孤独和疏离的人 赢回社会的怀抱 不幸的是 社交能力强的人往往不喜欢和这些人相处 因为与他们相处的回报率较低 而且往往会带来社会污名 因此 为了确保社会机构或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有必要制定相关政策 其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被孤立的孩子更多的参与小规模的活动 Bagley 与 Pritchard 1998 然而 我们目前很难找到能够扭转西方社会日益增长的个人主义倾向的方法 如果我们重视集体幸福 那就应该为此做些什么 毕竟社会融合的缺乏会引发许多其他的社会病态 Twin 后继 综上所述 社会排斥仅仅是导致暴力行为的众多因素之一 其本身并不足以引发暴力 绝大多数估计独处的人都遵纪守法 并不会轻易冒犯他人 社会排斥不是导致暴力的必要条件 大多数暴力活动并不是由被孤立的不满者实施的 而是由长期对政治不满的组织集体实施的Rommel 1994 的确导致暴力行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而且需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 尽管如此 在结束本章内容之前 我们还是想讨论一个已经被广泛引用来解释反社会行为的因素 自尊 Self Esteem 在书店的自助浏览区 你可能会发现许多数集都有这样的观点 人类的痛苦是低自尊的产物 这种观点认为 只有学会用乐观的眼光看待自己 才会迎来精力充沛 经济富裕 人与人和谐相处的黄金时代 如果你质疑这个观点过于简单 那你是对的 虽然自尊是与生俱来的 但自尊带来的好处是有限的 有一些研究者声称 高自尊的人会更快乐 更清楚自己是谁 自己喜欢什么 在逆境中坚持的时间也更长 Balmeister Campbell Kruger 与Wass 2003 高自尊可以促进个体对社会的良好适应 会让人更加快乐 虽然这些观点有一定的依据 但通常都夸大了自尊的好处 Donnell Chutasnewsky Robbins Moffitt 与Caspi 2005 爱人先爱己这句话 就体现了高自尊有利于人际关系的观点 这一论断的优点 是心理学家 可以对其真伪性进行检验 虽然非心理学家认为 这是众所周知的真理 我们可以简单地 将人分为高自尊的人和低自尊的人 然后比较二者的反社会倾向 如果这句话是正确的 那么高自尊的人应该更平和 更有礼貌 而低自尊的人应该更好逗 更没有礼貌 有研究者通过两个实验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Buschman与Balmeister 2002 实验方法与本章前面介绍的实验类似 首先 要求贝士写一篇文章 来表达他们对于堕胎的观点 之后 由另一名贝士 对这篇文章进行或积极或消极的评价 最后 向贝士提供一个 可以惩罚评价自己文章的贝士的机会 他他可能会被讨厌的噪音轰炸 结果表明 贝士的自尊水平与攻击行为无关 低自尊的人与高自尊的人 在攻击行为上的差异不显著 然而 这项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 夸大自我价值的自恋水平高的人的攻击水平 要高于自恋水平低的人 也就是说 自卑并不会提高人的攻击水平 但自恋会 当自恋者是若珍宝的自我价值受到威胁时 他们的反应会比谦逊的人更加强烈 日常生活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些实验的结果 那些实施严重暴力行为的人 谋杀犯 家暴犯 帮派成员 独裁者都有较高的自恋倾向 Balmeister Smart 与Boden 1996 这也更好地印证了实验结果 与不能清晰地认识自己 认为自己无能的人不同 当有人嘲笑自恋水平高的人时 他们有信心进行反击 当然 如果他们的自尊水平较低 那他们就会采取守势方案 将痛苦内化并试图逃避 研究表明 高自尊是一把双刃剑 有利也有弊 例如 一项研究 根据自尊水平的高低和稳定性 自尊是否会随时间发生波动 对被试进行了分组 结果发现 自尊水平高且稳定的 被试表现出的攻击行为最少 而自尊水平高且不稳定的 被试表现出的攻击行为最多 Kernes Graneman 与Barclay 1989 有些自尊水平高的人 对自己很自信 不亦受社会刺激的影响 而有些人 虽然自命不凡 但对批评非常敏感 这两组人的心理 有何不同 有可能是 有些人的自我价值 更具有相语性 contingent 也就是说 这些人 自我价值的高低取决于 某些条件的满足 比如 获得一定的声望 实现梦寐以求的目标 或履行规定的职责 相反 自我价值为非相语性的个体 无论何时 都会积极地看待自己 当有人批评他们 或者当他们把事情搞砸时 他们不会过度不安 他们接受自己的一切 包括缺点 研究证实 自尊稳定的个体 在面对威胁时 会更加平静 Kernes 2003 回顾哥伦拜恩高中的惨案 我们或许可以 把哈里斯和克莱伯德 看成高自尊的人 经历社会排斥 并没有让他们 感到绝望和自怜 相反 他们的反应是 残暴和蔑视 然而 他们的自尊 是不稳定的 高度依赖于同龄人 对他们的尊重和钦佩 他们无法接受 现实生活中的同龄人 不像自己期待的那样 尊重自己 于是展开了 可怕的报复 那些大肆宣传 可以通过提高自尊水平 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人 应该注意自尊稳定性的作用 启示 社会排斥 会提高个体的攻击水平 被排斥者 不仅会伤害 冒犯他们的人 而且会伤害无辜者 你怎么想 有些人确实遭到了社会排斥 但总是其他人的责任吗 人们是否应该为自己 被排斥而负责 例如 因犯罪而被排斥 试图接纳不合群的个体 会带来很多问题吗 注视 一 图25-1中的纵作标为 噪音强度和持续时间 分数越高 表示噪音强度越大 持续越久 一褶注 第26章 亲社会留言 分享坏的能促进好的 每个人都被自愿当间谍的邻居所包围 简 奥斯汀 Jane Austin 1775-1817 英国浪漫主义小说家 背景 一个异地叙语的故事 有多个版本描述了一个 无耻的散布留言者 他散布的大部分留言 都是关于当地拉比 宗教头衔的 这个人最终感到羞愧 于是去找拉比 请求原谅 并试图弥补拉比 拉比让他拿着一把刀 和两个枕头 去市场 把枕头切开 并在空中使劲摇晃 那人照做后 回到拉比面前 问还需要做什么 拉比叫他回去 把市场上所有散落的羽毛 都捡起来 显然 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人开始意识到 留言的危害有多大 以及要消除它 又有多么困难 留言 莎士比亚创造的许多数语之一 被认为是闲言碎语 谣言 八卦和吹毛求疵的同一词 它通常发生在办公室的饮水机旁 后院的栅栏边 家庭聚会 学校操场 或社交媒体上 尽管留言 可能被认为是一种传播 有趣新闻的消遣方式 但它更广为人知的是 其恶意意图和有害影响 留言常常用来诽谤 和边缘化某些人 说悄悄话 和散布谣言的人 都有邪恶的舌头 一些人认为 散布留言 是极恶的罪 是上帝最痛恨的六宗罪之一 并建议人们无论如何 都要避免传播留言 但是 有些留言 是否会起到重要的社会作用 尽管留言很容易 被想象成残忍和有害的 但也可能被认为是 富有同情心和建设性的 本则五 Benziel 1994 提出好的留言 Good Gossip的说法 顿巴 Dumber 1996 2004 通过对人类交流的分析 发现三分之二的交流 都是针对社会话题的 而其中大部分都是留言 由于留言 在历史和文化中无处不在 因此它很可能是一种人类进化的倾向 可以为个人和集体带来益处 可以说 留言起源于原始社会 目的是帮助人们建立社会联系 以保护弱势个体和群体的利益 随着早期群体规模的扩大 人们有必要开发一种沟通系统 使大家能够尽可能多地关注群体中的人 以便避免或至少对那些被认为性格恶劣和自私的人保持警惕 因此 留言在志趣相投的人之间就充当了一种早期预警系统 一种对抗反社会行为的手段 可以促进团体的凝聚力和团结 留言可以不是恶意和破坏性的 而是善意和有益的 范伯格、威勒、斯泰拉和科尔特、范伯格、威勒、斯泰拉和科尔特、范伯格、威勒、斯泰拉与凯尔特、2012建构了一个理论模型 更精确地解释了留言的功能 该模型认为 目睹不公正或可疑的行为会导致个体产生负性情绪 采用自我报告或生理测量 这些情绪加上寻求合作和公平的亲社会动机 会促使个体说出亲社会留言 传播这种留言可以使人们将负性情绪释放出来 个体可能会在没有物质或社会奖励 甚至自己付出成本的情况下传播亲社会留言 由于人们不想被留言损坏声誉 从而导致被边缘化或排斥 亲社会留言也能起到威慑反社会行为的作用 听到亲社会留言的人 也可以对留言中提到的那个人采取预防措施 因此 亲社会留言能保护弱势个体 促进更大的利益 范伯格等人认为 个体的亲社会倾向水平 一个人的无私 合作和公平程度 既影响亲社会留言的动机 也影响亲社会留言的影响力 那些高亲社会倾向的人 在目睹不公平行为时 会体验到更多的负性情绪 进而更有可能传播亲社会留言 并在之后感受到更多的情绪缓解 相反 那些低亲社会倾向的人 则会更多地受到亲社会留言的威胁 他们担心别人议论自己 因此不愿意进行明显的反社会行为 范伯格等人 开始对这个模型的各种元素进行实验 他们想知道 以下两个相关问题的答案 是什么 促使人们传播亲社会留言 以及亲社会留言有什么功能 他们提出了四种假设 其中 沮丧假设认为 目睹反社会行为 会导致个体产生消极情绪 而消极情绪越强烈 他们就越会传播亲社会留言 亲社会假设认为 亲社会留言的主要动机是希望真正帮助和保护他人 而不是获得物质或社会奖励 释放假设认为 亲社会留言会减少负性情绪 最后 威慑假设认为 亲社会留言会意志自私行为 范博格等人制定了一个完整的研究计划 做了什么 范博格等人2012设计了四项研究 我们在这里详细的描述他们的第一项研究 然后在又怎么样了部分中简要的描述他们的第二项 第三项和第四项研究 52名大学生参与了研究一 他们都认为自己参与了一项小组研究 自己是四名小组成员之一 当他们到达实验室时 有两名贝氏实际上是主事的同伙已经到达了 三人 一名真贝氏和两名假贝氏被告知要等待另一名贝氏 组成四人小组 在等待过程中 其中一名假贝氏与真贝氏被带到了隔壁房间 两人被安排坐在电脑前 中间有隔板隔开 以防止他们看到彼此 除非电脑提示 否则两人不能交流 他们每人身上都连接着一个心率监测器 在他们腹部的左右两侧 在完成了背景调查后 他们开始进行信任游戏 这个游戏有两个角色 投资人和被投资人 投资人在游戏一开始会有十分 他可以将任意分数送给被投资人 而这个被送给被投资人的分数会自动增加两倍 随后被投资人有机会将任意分数返还 投资人 例如 如果投资人送给被投资人五分 那么被投资人就有了十五分 随后被投资人可以返还投资人十分 使两人都有利可图 被试被告知 实验结束后可以用手中的分数来换钱 被试被告知 游戏中有四个角色 投资人A 投资人B 被投资人和旁观者 投资人要和被投资人玩游戏 而旁观者知道每一轮游戏中投资人送给被投资人的分数 以及被投资人还给投资人的分数 假被试和真被试在被送到隔壁房间后抽取了表明他们身份的信封 实际上信封是被操纵的 两个信封里都写着旁观者 真被试表明自己的身份是旁观者 而假被试则谎称自己是投资人B 两人会在第二轮游戏中一起与被投资人玩信任游戏 然后真被试旁观者和假被试投资人B等待投资人A和被投资人完成第一轮游戏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后 主是递给旁观者而不是投资人B一张纸 纸上记录了第一轮游戏的情况 旁观者获悉 投资人A已将全部的十分都给了被投资人 分数价值自动增加了两倍 但被投资人并没有给投资人A任何回报 毫无疑问 旁观者会注意到这种剥削行为 随后另一名主是给了真被试一个身份信封 并告诉他 不要打开 直到电脑提示可以打开 这名主是不知道实验的假设 也不知道谁是真被试 谁是假被试 这种双盲设计 主是和被试均不知道实验操作 消除了实验者预期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在打开信封之前 被试在计算机上回答了与负性情绪相关的问题 见下文 然后打开了电脑文件 文件中有两条指令中的一条 这两条指令是随机分配的 分别代表实验条件和控制条件 在实验条件下 真被试被提醒 坐在他对面的投资人 必会跟他一起进行下一轮游戏 如果真被试愿意 可以给投资人 不知道被投资人的信息写一两句话 任何信息均可 被试还被告知 投资人必知道自己可能会收到一条提示 但不知道提示涉及什么内容 这种设定是为了向被试保证 投资人 必不知道是谁发出的提示 被试还被告知 在第二轮游戏后 每位被试都将分开离开 并且很可能再也不会见面 这一信息用于阻止被试产生用提示获得某种奖励的期望 在控制条件下 被试也被告知 投资人必会在下一轮和被投资人一起进行游戏 而自己将抄写无意义的句子发送给投资人必 他们也被告知投资人必正期待 获得小提示 在发送或不发送提示后 被试要回答第二组问题 涉及他们即将体验到的负性情绪 同样 见下文 随后他们还被要求回答另外两个问题 在写了提示后 你觉得自己有多轻松 感觉有多好 这两个问题用来考察被试的情绪释放 被试通过电脑观察了投资人必和被投资人之间的信任游戏 然后完成了一项简短的调查 该调查用来考察被试对研究是否存在怀疑 然后 他们与心率监测器断开连接 并接受询问 实验者告知了他们研究的真实目的 包括研究假设和欺骗的必要性 最后还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 被试在向投资人必传递提示前和提示后 分别报告了他们感到沮丧和烦恼的程度 从0完全没有到100非常沮丧烦恼 其次 尽管心率监测器在整个实验过程中都是连接的 但研究仅采集了被试在进行负性情绪报告时的两次为11.5秒的数据 心率数据被作为衡量被试情绪强度的额外指标 随着负性情绪的增加 心率也会加快 最后 被试所写的提示 由两名评定者分别分析 他们要判断提示 是否符合范伯格等人 对亲社会留言的定义 通过分享对目标人物的评价信息 来保护他人免受反社会或剥削行为的伤害 范伯格等人 向被试提供了一些留言的例子 被投资人上一轮没有返还投资人任何分数 因此我建议不要给他分数 尽量保留分数 因为被投资人不会给你太多回报 你的被投资人不可靠 他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你要小心投资 发现了什么 实验组有27名被试向投资人币发送了提示 被试不知道投资人币是假被试 并认为他们将与被投资人 一起进行下一轮信任游戏 在这些提示中 有26条被定义为亲社会留言 重要的是 被试在发送提示后的负性情绪 与发送前相比显著下降 而控制组则没有这种变化 显然 被试在看到第一轮游戏中的自私 和剥削行为后都体验到了负性情绪 然而只有那些向投资人币发送亲社会留言提示的人才表现出了负性情绪的下降 抄写无意义的句子并发送给投资人币的人则没有受到这样的影响 此外 实验组比控制组报告了更显著的放松情绪 最后 研究人员发现 控制组被试在抄写无意义的句子并发送给投资人币前后 心率较实验前都有所提高 而实验组被试的心率则没有显著变化 尽管在目睹了反社会行为的情况下 实验组和控制组被试的心率都有所提高 但只有亲社会留言才能使其恢复到正常水平 又怎么样了 研究一的结果表明 当看到他人的反社会行为时 被试普遍会传播亲社会留言 即使没有任何回报 他们也会选择分享 关于贪婪的被投资人的判断信息 以保护投资人免受伤害 自我报告和心率数据表明 目睹剥削行为会使负性情绪增加 而亲社会留言能够消除这些负性情绪 因此 研究一的结果证实了范伯格等人提出的 亲社会假设 沮丧假设和释放假设 范伯格等人的研究二 研究三 研究四采用了不同的方法 也获得了明确的结果 研究二发现 第一 被试的亲社会倾向越强 传播亲社会留言的可能性就越大 第二 自我报告显示 被试发送提示是为了保护投资人的利益 而非惩罚自私的被投资人 第三 在目睹被投资人的剥削行为后 体验到较多负性情绪的被试 更倾向于传播亲社会留言 第四 与那些被告知提示 无法传递给投资人的被试相比 得知提示会传递给投资人的被试 释放了更多的负性情绪 显然 撰写提示 并不能让被试释放情绪 发送提示才能 因为后者 才能使投资人受益 第五 在目睹了被投资人的自私行为后 亲社会倾向越强的 被试体验到的负性情绪就越强 并且在发送提示后 体验到的情绪释放也越多 第六 被试越相信 他们的提示能够帮助投资人 他们的情绪释放的就越多 在研究三中 范伯格等人发现 在45名被试中 有34人愿意为发送提示而付钱 他们愿意支付的平均金额为 1.19美元 也就是说 大部分被试都愿意付出 一定的个人成本 来传播亲社会留言 有关利他行为的更多信息 见第十八章 此外 他们的亲社会倾向越强 愿意支付的金额就越多 同样 他们在目睹贪婪行为之后 体验到的负性 情绪越强 愿意支付的金额就越多 而支付的金额越多 他们的情绪释放的就越多 最后 通过改变游戏的本质 通过使用独裁者游戏 投资人变成了捐赠者 什么回报都得不到 研究者得出结论 被试的目的在于 帮助潜在的受害者 而非惩罚违规者 范伯格等人的前三项研究 探讨了亲社会留言的动机 而研究四探讨了 亲社会留言的功能 具体来说 研究四想要探讨 亲社会留言 是否能够减少自私行为 促进合作 这项研究有三种条件 每种条件下 被试都是被投资人 并被告知以下内容 A. 旁观者将有机会 向投资人说明 被投资人在前几轮的行为 亲社会留言条件 B. 被投资人和投资人的行为 会被观察到 但旁观者没有机会闲聊 观察者条件 或C. 被投资人和投资人的行为 不会被观察到 也没有人可以谈论它 控制条件 范伯格等人发现 在亲社会留言条件下 被投资人返还投资人的分数 比旁观者条件和控制条件要多 这直接证实了他们的威慑假设 此外 在亲社会留言条件下 与高亲社会倾向的倍势相比 低亲社会倾向的 被试反还投资人的分数更多 很显然 他们克制了自己的自私倾向 向投资人返还了更多的分数 以避免生育受损 如图26-1所示 这四项研究的结果是 留言并不都是坏的 是的 它有时可能是小气的 剥削性的 伤害性的 甚至是残忍的 但它也可能是好的 因为它可以保护 特定的个人和群体 以获得更大的利益 好的留言 可能要比坏的留言 更常见 尽管它很少被关注 范伯格等人 2012 并不是简单地重申了这一点 他们通过实验证明了 这种留言的动机和预防功能 同时也探索了 调节这些动机和功能的人格差异 亲社会倾向的水平 范伯格等人的研究 并非没有潜在的问题 没有任何研究 是无懈可击的 他们主要依赖于 自我报告的数据 以及一些心律数据 这些数据 可能缺乏可信度 见第14章 此外 要求特征 也可能会带来偏见 被视怀疑研究的真正目的 见第13章 最后 研究方法和结果 可能无法反映 所谓的现实世界中 留言的复杂性 范伯格等人承认了所有 这些可能的缺点 尽管如此 他们的研究 仍然是名副其实的重磅炸弹 图26-1 1 当被投资人被告知 A 旁观者将有机会谈论 被投资人 B 旁观者没有机会闲聊 或C 没有旁观者时 高 低侵社会倾向的 被投资人 返还投资人的分数对比 后 G 令人痛苦的是 人们总是表现得很自私 剥削和有害行为 在历史上 一直是每个社会的主要问题 个体很容易 为了个人利益 而利用他人 有些人 不顾他人的痛苦和需求 诽谤他人 以显示优越感 有些人 利用谎言和欺骗来达到目的 还有些人攻击和偷窃 甚至谋杀他人 在团体中 只要个体认为 自己的行为 不会被发现 或者不会受到惩罚 就会做出逃避责任的行为 或者借助群体身份来获益 毫无疑问 为了得到奖励 或者至少感知到奖励 个体通常会牺牲他人的利益 来自私的行事 从纯粹的得失角度来看 反社会行为 似乎是理性的 合作和支持 更大的利益 可能看起来很愚蠢 因此 相当一部分人 选择自私行事 不考虑 给他人造成的损失 和痛苦 此外 也确实存在 个体利益 和集体利益 相冲突的社会困境 DOS 1980 比如为什么要向 公共广播机构捐款 似乎不这样做 也不会妨碍人们收听公共广播 为什么明明一个人的用水量 仅仅会对地下水位 产生微不足道的影响 还要在干旱时期 节约用水 应对反社会行为 有以下三种方法 其中第一种方法 是制裁那些 做出这种行为的人 在同伴制裁 Peer Sanctioning中 社交网络的成员 会惩罚有罪的人 这种惩罚有多种形式 不友好的绰号 嘲笑 剥夺特权 身体报复 排斥等 在正式制裁 Formal Sanctioning中 一些中央机关或机构 负责实施惩罚 例如 执法人员 逮捕罪犯 而陪审团和法官 对其进行审判 教育是第二种 应对反社会行为的方法 世俗教育和宗教教育 都试图培养良好的品格 促进合作与服务他人 我们被教导不要撒谎 偷窃 欺骗或谋杀 要公平 友善和富有同情心的对待他人 教育还试图解决社会困境 当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时 鼓励个体为更大的利益让步 20世纪70年代中期 电视上播放了这样一则公益广告 一位美国原住民穿着手工制作的衣服 扎着长长的辫子 头上插着一撮羽毛 划着独木舟沿袭而下 他在滑桨时碰到了漂浮在独木舟两侧的垃圾 这条被污染的溪流将他带到了一个被烟雾缭绕的工厂所包围的海湾 这位原住民把他的独木舟拉到岸边 然后走向一条高速公路 一辆过往汽车里的人把一袋垃圾扔到了窗外 袋子在他的脚下摔裂了 当他盯着那些沿高速公路散落的垃圾时 这位原住民一直保持着庄重的身姿和严肃的表情 同时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 20世纪70年代早期 任何看电视的人都会记得这个令人心酸的场景 这则公益广告的目的是什么 很显然是为了教育那些做出了自私行为的人 以减少环境污染 应对反社会行为的第三种方法是分享生育信息 当人们相互交谈时 他们经常会谈论第三方 特别是那些性格不好 自私和有剥削记录的人 范伯格等人2012的研究提醒 我们不要忽视这种重要且常见的沟通方式 事实上 与其他流言相比 亲社会流言最有可能存在 因为它起源于最早的人类群体 并且已被各个社会接受 启示 虽然流言经常被谴责 但它也有宣泄情绪 促进社会交往的功能 亲社会流言通过保护他人免受伤害 从而减轻因目睹反社会行为而产生的负性情绪 此外 它还有助于阻止自私的剥削行为 你怎么想 人们通常会把流言与女性联系在一起 你认为这种刻板印象有什么不对吗 还是你认为男性和女性都喜欢流言 男性和女性传播流言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吗 还是他们谈论的主题不同 此外 你有没有传播过流言或成为八卦的目标 是什么激发了这些流言 他们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 注释 一 图26-1中的纵坐标违背投资人返还投资人的分数 一褶注 第27章 爱的关注 克服存在恐惧的良方 人总会死去 并且虫子会吃掉他们 但是爱不会 威廉 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 英国剧作家 背景 让我们疯狂一会儿 你想象过自己会在什么年龄死亡吗 死亡的原因是什么 在什么地方死去 签证期满时 谁会陪在你身边 临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最后的面部表情是怎样的 你的遗体会被火化吗 你的灵鹫看起来是什么样的 你的遗体会在哪里被火化 你去世后谁会怀念你 另一个问题是 上述这些问题让你感觉如何 不难想象你不喜欢过多地思考死亡 最多觉得推测死亡可能涉及什么 或者随后可能发生什么或不会发生什么是有趣的 上述问题可能使你感到焦虑或不安 这些都不会使我感到惊讶 我教过几次死亡学研究死亡的学科 并要求学生写下他们的复告和木制名 许多人都试图逃避这一作业 因为他们觉得毛骨悚然 当然事实是人中有意思 你会死 你所有的家庭成员和朋友也会死 其他所有人也都会死 死亡意味着肉体不再存在 尽管生活中的不幸和悲剧有许多形式 但死亡是最糟糕的一种 正如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所说的 我们所有人都会深埋于地下几英尺 在黑暗和无声无息中腐烂并永远消失 我们最终会变成虫子的食物 这对虫子来说可能是好消息 但对我们来说不是 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冰冷的事实呢? 是什么会使我们想到死亡 又是什么使我们不去思考它的? 一般来说 我们该如何管理由于想到无法避免的死亡 而产生的极度恐惧呢? 现在 让我们开始进入恐惧管理理论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TMP Greenberg Solomon 与Ernest 2008 Solomon Greenberg 与Pizzachinsky 1991 吧 根据TMP 死亡恐惧是人类的一种原始动机 Greenberg et al 2008 一个人的许多活动都是由他或他对死亡的恐惧所驱动的 我们会避免想到死亡 我们很可能属于一种试图掩盖死亡的文化 我们也从不单独处理尸体 或挖掘坟墓 而且 我们会采用一种保护性的委婉用语 比如去世或不再与我们同在 然而 对死亡的思考往往是不可避免的 并且会以各种方式影响我们 研究发现 死亡提醒或者使用TMP的术语 死亡凸显 Mertality Salient 会促使我们锻炼 生孩子 参战 惩罚违背道德者 坚守社会规范 隔离失败 接受过多的对个人成功的赞扬 相信人类是独特的且优于动物 喜欢明确的信息和结构良好的物理环境 并相信来世和超自然现象 Arndt Shimmel 与Goldberg 2003 Dietress et al 2003 Galliot Steelman Schmeichel Mannar 与Plant 2014 Landau 2004 Wisman 与Goldenberg 2005 根据TMP 我们试图用以下几种方式管理死亡恐惧 首先 我们的文化提供了个人意义和重要性的来源 我们采纳坚持和捍卫为我们提供价值感的人生哲学和世界观 宗教或其他 并为此感到自豪 这些意义和价值取代了对死亡的恐惧 我们也通过歧视那些不持有我们信念的人来增强自我意识 Stratman 与Schimmel 2006 回忆第七章讨论的喜爱内群体的倾向 一般来说 我们寻找提升自尊的方法 Harman Jones et al 1997 高自尊时 我们能够面对死亡的残酷事实 而低自尊却会削弱我们面对它的能力 另一个对抗死亡恐惧意识的缓冲是与家庭成员 朋友和恋人的关系 Florian Mikulinser 与Hershberger 2002 Koslov Greenberg Sullivan 与Wass 2010 Mikulinser Florian Burnbaum 与MileyShivik 2002 Mikulinser Florian 与Hershberger 2003 这些亲密关系给了我们安慰和支持 研究发现 死亡提醒会促进亲密感 爱和对关系的承诺 Cox et al 2008 Mikulinser et al 2003 但是为什么亲密关系会减轻我们的存在恐惧呢 一个可能的答案是亲密关系涉及相互的积极关注 而积极关注能够增强自我价值感和安全感 Pisachinsky Greenberg Solomon Arndt 与Shimel 2004 一个多世纪以前 Cooley Cooley 1902 提出了镜像自我 looking glass self 的概念 说明 我们是通过他人的眼睛来看待我们自己的 每个人都是一面镜子 反映了经过的其他人 我们经常以重要他人 看待我们的方式 看待自己 这种感知到的关注 可能是亲密关系的关键要素 而正是这种亲密关系使我们能够应对死亡恐惧 在我们不可避免的走向死亡的过程中 与所爱之人之间的感情能够给我们安慰 为了探索这一主题 考克斯和阿尔恩特 Cox与Arndt 2012 进行了多达七次实验 为了简洁起见 在此 我们只讨论前四个 实验亦检验了死亡提醒 是否会导致人们夸大伴侣 对他们的积极看法 感知关注 实验二 检验了在死亡凸显后 感知关注的夸大 是否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而不仅仅是伴侣 实验三 检验了感知伴侣关注 是否会在死亡提醒 和对伴侣的承诺之间 起中介作用 实验四 测量了 与死亡相关想法的可得性 在脑海中有多突出 这些想法 是在进行了死亡凸显的操纵 和指示下产生的 这些指示要求 被视想象 伴侣对这些想法持 积极或不积极的态度 做了什么 15名男大学生 和28名女大学生 参加了实验一 他们首先要完成 一系列旨在 掩饰实验目的的调查问卷 接下来 实验者操纵了 死亡凸显性 随机挑选一半的 被视回答 两个关于死亡的问题 简要描述 你在想到死亡后的情绪 和尽可能具体的写下 你认为 当你死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另一半被视回答的问题 形式上与之类似 不过内容涉及的是 经历一次与死亡无关的意外事件 然后 被视完成了一个 大约五分钟的单词搜索游戏 其中中性单词 如电影和书籍 隐藏在一个 10×10的字母矩阵中 之所以 包含这个单词搜索任务 是因为以往的研究证明 延迟一段时间后 死亡凸显的效应最强 Greenberg Pisachinsky Solomon Simon 与Brius 1994 接下来 被视完成了 关于感知关注的 23个项目的测量 遵循以往研究的先例 实验者呈现给被视的 既有积极的 也有消极的形容词 如和蔼 深情 懒惰 有控制欲等 并要求他们 评价自己的伴侣 对自己这些特质的评价 评价使用9点两表 进行评分 从非常不符合 到非常符合 被视野对相同的 23个形容词 就他们如何 看待自己进行了评分 两组评分的单词顺序 是随机的 以确保 呈现顺序 不会对结果 产生影响 对于这两组评分 消极的项目 采用了反向计分 以得到感知伴侣关注 和自我关注的整体得分 考克斯和阿尔恩特的假设是 对死亡凸显的操纵 会激发与死亡相关的想法 这会夸大被伴侣 积极关注的感觉 但是对自我评价 没有影响 20名男大学生 和17名女大学生 参加了实验2 这些学生 完成了同样的死亡凸显任务 并经历了与实验一相同的5分钟延迟 在实验一中 控制话题是与死亡不相关的意外事件 而在实验二中 控制话题是强烈的身体疼痛 注意这些控制话题是如何谈及 不愉快和意外事件的 提问的形式与谈及死亡时是一样的 这样就能够推理出是死亡本身引发了这个效应 而不是死亡与其他事件共有的某些特征 然后 贝士被要求对相同的23个形容词做出反应 使用相同的9点2表 但这次评分涉及普通人如何看待他们 伴侣如何看待他们 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 评分顺序依旧随即 考克斯和阿尔恩特的假设是 死亡凸显操纵后的感知关注的夸大 只涉及伴侣 不会发生在对普通人关注的感知 和对自我关注的感知上 29名男大学生和19名女大学生参加了实验3 他们所有人都处在恋爱状态 恋爱时间从一个月到四年不等 贝士回答了与实验1和实验2相同的两个问题 或者 在控制条件下 回答了两个关于牙疼的问题 随后 贝士经历了与实验1和实验2相同的延迟 并在接下来对感知到的与伴侣关注相关的23个形容词做出反应 最后 实验者给贝士呈现了15个项目 并要求他们评价自己对伴侣的承诺吸引力 信任和爱 例如 我对我的伴侣绝对忠评 评价使用9点2表 从一点都不忠评到非常忠评 他们还被要求在进行评价时想着自己的伴侣 这些项目的得分平均起来得到一个总体的承诺分数 考克斯和阿尔恩特的假设是 死亡提醒会使贝士夸大对伴侣的承诺 而这可能是由他们对伴侣如何看待他们的感知引起的 或者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 他们对伴侣如何看待他们的感知终结了这一过程 换句话说 死亡提醒会引发对伴侣关注的夸大感知 进而导致更大的关系承诺 16名男大学生和42名女大学生参加了实验4与实验3一样 他们都已恋爱一个月到4年之间 被随机分配到死亡 凸显条件下的被试完成了死亡恐惧量表 Fear of Death Scale 其中包括像我非常害怕死亡是或否之类的项目 被随机分配到控制条件下的被试完成了关于牙疼的类似问卷 或像我非常害怕牙疼是或否之类的项目 注意这里的主要目的不是测量对死亡或牙医的恐惧 而是为了唤醒它 接下来 所有的被试都被要求思考一次伴侣 对他们持有积极看法或没有持有积极看法的经历 请写下你的约会对象伴侣使你感觉良好的一次经历 或者没有使你感觉良好 所有条件下的被试都被要求想象伴侣的存在 并写满一整页纸 因此 实验的两个字变量是死亡凸显vs牙疼和积极关注vs非积极关注 因变量是词干不比任务 World Stamp Completion Test 目的是评价死亡想法的可得性 实验者给被试呈现了25个词干 其中5个可以用中性词或死亡相关词完成 例如被试可以再向第一下划线下划线这样的词干中填入字母已组成与死亡相关的词 如Dead也可以组成与死亡无关的词如Dead 同样被试可以用in或者e填充coff下划线下划线 其他关键的词干有gra下划线sk下划线l和ki下划线下划线ed 作为读者的你最容易想起的词是什么呢 被试的死亡可得性得分是他们完成的死亡相关词的个数分数范围是0至5 考克斯和埃尔恩特的假设是在死亡凸显条件下 想象伴侣给他们带来的良好自我感觉相比没有使他们感觉良好会减少 与死亡相关想法的可得性 注意这最后一项研究是怎么查明TMP提出的心理机制的 并注意是如何间接地评估他们的 即使被试有意识地压抑与死亡有关的外显想法 此干不比任务也仍然可以反映出他们的内隐思虑 发现了什么 在实验役中 实验操纵使被试想起死亡或者意外事件对两个因变量的影响是不同的 特别是 死亡凸显条件下被试对伴侣关注的感知高于意外事件条件下 然而对自我关注的感知在两个条件间没有显著差异 因此 被试更可能在死亡凸显后 夸大伴侣对他们的积极评价 就像考克斯和阿尔恩特索预期的那样 实验2发现了相同的模式 在死亡凸显条件下 对伴侣的感知关注的评分显著高于身体疼痛条件下 但是对普通人关注的感知和对自我关注的感知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结果 正如考克斯和阿尔恩特索预期的那样 只有在死亡凸显条件下 个体才会产生与死亡相关的想法 如图27-1所示 图27-1 一 当死亡或者身体疼痛凸显的时候 对伴侣关注的感知 对自我关注的感知和对普通人关注的感知 注意 这个图示是原理图 因为原始文章没有提供平均分 实验3涉及中介分析 它解决了以下一般情况 假设有字变量X和因变量Y 从实验中 你知道是X引起了Y 但是 你认为这可能是由于X引起了M 而M又引起了Y 那你怎么能在不操纵M的情况下找到证据呢 一个快速的方法就是统计 你可以测量M 看看X和Y的关联是不是在统计上依赖于M 换句话说 M是否中介了两者的关系 现在 把这个想法应用到实验3的主要问题上 死亡凸显所引起的更大的对伴侣的承诺 是不是由于感知到的伴侣关注所起的中介作用 与前两个实验一样 死亡凸显和感知到的伴侣关注有显著的关系 而且 在死亡凸显条件下 感知关注与对关系的承诺也存在显著关系 然而 当考克斯和阿尔恩特在统计上控制保持恒定感知到的伴侣关注后 死亡凸显在对关系的承诺方面的影响不再显著 这与研究者的预期是一致的 即正是感知关注导致了死亡凸显和对关系的承诺之间的因果关系 Baron与Kenny 1986 很明显 在死亡的提醒下 人们对伴侣有更大的承诺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 他们的伴侣正是他们感知到的积极关注的来源 也就是说 值得注意的是 实验并没有对伴侣关注进行任何独立和特定的操纵 对感知关注的因果作用的推断是合理的 但并非无懈可击 在实验4中 正如考克斯和阿尔恩特预期的那样 想象得到伴侣积极关注的被视比想象没有得到积极关注的被视报告了更少的死亡想法 这个主效应需要放在交互效应下去思考 当被视想象没有得到伴侣的积极关注时 他们在死亡凸显后报告了更多的死亡相关想法 但是在想象得到伴侣积极关注的条件下 这一差异却不显著 这种交互作用正是考克斯和阿尔恩特所预期的 又怎么样了 考克斯和阿尔恩特2012的前4个实验都相当有影响力 首先 他们证明在死亡凸显后 人们夸大了从伴侣那里得来的积极关注 但是并没有夸大对自我关注的感知 显然 在死亡凸显后 感知到的伴侣关注被夸大了 这也就是说 对伴侣关注的感知要比对自我关注的感知更具可塑性 考克斯和阿尔恩特随后证明 感知关注的夸大只限于伴侣之间 而非对所有人 显然 一个普通人的关注并不能起到与伴侣关注同样的作用 普通人并不像伴侣那样了解我们 或者与我们拥有同样的情感 因此 伴侣的关注更有意义 更令人向往 也更可能抵消死亡提醒 随后 考克斯和阿尔恩特证明了 关系作为存在焦虑的保护来源的能力 取决于个体从伴侣那里感知到的积极关注的程度 也就是说 感知到的积极关注是死亡凸显和对伴侣的承诺的中介变量 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 感知到的积极关注是一个中介变量 但不一定是唯一的中介变量 最后 考克斯和阿尔恩特发现了支持他们观点的证据 即死亡凸显后 感知到的积极关注的作用是减少死亡相关想法的可得性 当被试想到死亡 并想象了伴侣对自己的积极关注时 他就会比想象没有得到伴侣积极关注的 被试更少的想到死亡 对他人的爱 信任和承诺 可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保护我们免于死亡恐惧 诚然 人们追求亲密关系是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 关系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情感 信息和实际的支持 也提供了意义和价值 此外 他们还提供了爱与成长的机会 总之 亲密关系和浪漫关系 有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 考克斯和阿尔恩特的研究清晰地阐明了关系提供的另一个益处 当成为感知到的积极关注的来源时 他们能保护人们免于死亡恐惧 此外 TMP不仅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理论 也是一种人格理论 个体在依恋风格 Attachment Styles 上存在差异 目前的研究 已经发现 依恋风格可以调节 增强或减弱 死亡凸显 和关系 寻求之间的关系 个体基于关系构建自尊的程度 也存在差异 这可能解释了亲密关系 对死亡恐惧的不同影响 人格也可能在个体 对死亡恐惧的独特反应上 发挥作用 在这方面 尼米克等人 2010发现 与较少冥想的个体相比 较多冥想的个体 会用更长的时间记录 与死亡相关的想法 并且更不可能压抑这些想法 同样 克赛比 Casper 2014发现 谦逊 现实地接受自己和他人的生活 可以缓冲死亡焦虑 不那么谦逊的个体 在死亡提醒后 往往表现出更多的恐惧 同样 启动谦逊 使其在心理上更可得 相对于 启动自豪更能够减少死亡焦虑 这些以及其他相关的发现 促使克赛比 2014得出结论 死亡焦虑的黑暗面 仅仅是由嘈杂的自我 而非安静的自我引发的 这表明自我超越是一种比自我提升更坚实更健康的焦虑缓冲器 最后 某些意义深远的经历也可以缓冲死亡焦虑 例如 冰死体验就能够抵消死亡焦虑 Pisachinsky Greenberg Solomon Arnt 与Shimmel 2003 后继 思考死亡可能并不全是坏事 尽管它可能引起焦虑甚至恐惧 可以说 有意识地关注死亡可能是建设性的和健康的 例如 意识到时日不多 可以使我们更认真的思考接下来的生活方式 更深刻地思考生命的意义 而且 承认存在的短暂 可以使人们正确地看待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和问题 一般来说 思考死亡能够增强感恩 它能够提醒人们珍惜生命这种有限的资源 Frius Watkins Weber 与Flo 2011 鉴于频繁地提起死亡 这一章可能显得有些可怕 确实 这一章讲述的是对死亡凸显的无意识操纵 可能会令人不安 因此 它可能会引起一系列应对机制 接受令人安心的世界观 支持内群体 贬损外群体 寻求增强自尊 以及在爱的关系中寻求庇护 为了缓和气氛 让我们大胆地讲一些黑色幽默 与几乎所有事情一样 死亡也可以是有趣的 以幽默和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宣泄死亡焦虑通常可以使我们感觉良好 希格蒙德 弗洛伊德在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 Jok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 一书中救星和攻击冲动提出了这一主张 事实上 关于死亡的笑话数不胜数 下面就是一些 这里的死亡率是多少 与其他地方一样 每人一次 当我死的时候 我会把我的遗体留给科幻小说 猝死最大的缺点就是无法删除你的互联网搜索历史 医生用床单盖住一位病人的脸 然后转向护士说 往好的方面想想 至少她的病情稳定了 一名男子正在和奄奄一息的母亲讨论葬礼的安排 你是想要土葬还是火化? 男子问道 母亲回复道 我不知道 给我个惊喜呗 一名男子在看了医生后 绝望地回到家中 妻子问她怎么了 他回复道 医生告诉我 在我的余生中 每天都得吃一片药 妻子安慰她 还好吧 不算太糟 她反驳道 她只给了我五片药 最后 借用美国著名演员兼导演伍迪艾伦的话 我并不惧怕死亡 我只是希望她来的时候 我正好不在 启示 死亡的必然性是生命中恐惧的主要来源 这种恐惧 不仅可以被一个人的人格 依恋风格 自尊 世界观 专注力 谦逊等调节 所爱之人的积极关注 也可以减轻对死亡的恐惧 你怎么想 有人声称死亡会使生命失去意义 然而 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情况呢 如果我们长生不老 任何事情都是永恒的 那么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珍惜吗 永生是否会使我们无限自满 此外 你身边的人是如何看待死亡 如何应对死亡的必然性的 注释 一 图27-1中纵坐标 为积极关注感知分数 分数越高表示感知到的关注越积极 一辙注 第28章 惩罚罪犯 自由意志的动机性信念 自由意志和命运的谜题 总是使我左右摇摆 威廉·沙特纳·William Shatner 1931 加拿大演员 背景 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烦人的商业广告 所以你把它关了 非常简单 对吧 但是 更深入地探索一下 你的行为是自由选择的 还是仅仅是对喋喋不休的广播的自动反应 或者你的朋友给你发了一条短信 但你正在忙 不想立即回复 于是你让他等着 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 你会有不同的反应吗 或者 作为一名大二学生 你还没有确定专业 对未来的职业也不确定 然后 在上心理学课程的时候 你突然灵光乍现 主修心理学 进入研究院 成为一名实验社会心理学家 在做出改变人生的决定时 自由意志 Free Will的作用是什么 也许它没有任何作用 一切只是你的命运 现在想象最后一个场景 90岁时 你开始反思自己丰富的过往 充满了意外和转折 有幸运 也有遗憾 你思考了一些最重要的过往 你和谁结了婚 你在中年时改变了职业 你把一笔意外之财捐给了慈善机构 在生命中 你是否在自由地掌控自己的命运 还是说 发生的任何事都是被预先决定和不可避免的 如果你不确定 那就加入我们吧 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之争困扰着许多人 哲学家们就这个问题争论了数千年 至今仍没有找到答案 无论真相是什么 大多数人都相信自由意志 Nemius Morris Nedhofer 与Turner 2005 这也就是说 大多数人都相信我们是在有意识地控制 我们重要的决定和行为 无论以前发生了什么 我们都觉得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 在我们的心目中 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塑造者 当我们看待他人时 我们也有同样的感觉 例如 对行为不受约束的感知 促使人们做出自由意志存在的推论 Nikos 2004 罪犯在被关押时不会犯罪 然而 一旦被释放 他们就会再次犯罪 简单的观察 表明他们的行为是基于自由意志的 他们是自己行为的唯一责任人 确实 整个惩罚罪犯的刑事司法体系 可以说是假设存在自由意志 最重要的是 无论我们是向内看还是向外看 自由意志似乎都是常识 但是 认真思考后 情况就不一样了 假设我们的所作所为 没有任何原因 那么我们的行为 会是完全混乱和不可预测的吗 然而 自由意志并不意味着 我们的行为是毫无道理的 而只是意味着我们当前的行动 以某种方式避开了过去的影响 自由并不意味着疯狂 而意味着能够自由地做出理性的选择 然而困难在于对自由意志做出一个一致的解释 说明我们的行为既不是过去的产物 也不是完全混乱的 对很多人来说 都只有两种选择 决定论 Determinism和随机论 Randomness 决定论者声称 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是预先存在的环境的必然结果 以普遍规律和原则描述的方式 每个事件 化学的 物理的 生物的 心理的 社会的 都有一个或多个原因 这些原因解释了这些事件 即使我们可以想象其他可能性 事情的结果也通常只有一种方式 假设我们的想象是被决定的 此外 如果我们能充分理解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 从微观到宏观 那我们就能准确地预测所有随后发生的事情 根据决定论 宇宙中的所有事件 包括人类事件 都嵌套在一个无限复杂的因果关系网中 包括社会心理学在内的科学 试图识别这些关系 事实上 物理学假设在量子尺度上存在随机性 然而 在日常尺度上 随机性被抵消了 因此 科学家们依然关心原因 决定论认为 自由意志是一种错觉 由于忽视了行为的原因 我们认为其似乎是自由选择的 似乎可以通过宣称所有的行动 只有在被其他事件或多或少可能影响的意义上是被决定的 来达成折中 一种行为可能比另一种行为更可能发生 但两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事实上 人类的大多数思维和行为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心理学试图尽可能多地找出这些因素 但是 即使某种行为是被高度决定的 一个人也仍然可能有不可侵犯的自由意志的空间 可能存在某些心理空间供个体做出选择 这些心理空间甚至可以压倒许多强大的力量 从这一点来看 当一种行为是由物理力量导致的 那么无论是生理的还是环境的 它都是被决定的 但如果它是由一个人的选择引起的 那么它就是自由选择的 然而这一切可能都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利用了我们对微妙原因的无知 博学的哲学家们会怎么说呢 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各不相同 存在主义者是自由意志为人性的核心特征 例如 萨特·Sartre 1946-2007断言人的本质在于其所做出的自由选择 自由意志不仅存在 而且不可避免 人注定要自由 萨特倡导的理念是 我们可以自由地以我们所希望的任何方式塑造自己 但必须承担这样做的责任 负担和痛苦 站在另一个极端的是 许多支持决定论的哲学家 他们也许在当今占大多数 但即使是他们也表达了许多不同的意见 例如 仍然没有就决定论的普遍规律是否排除了自由意志达成一致 顽固的不相容论者 incompatibilists或强硬的的决定论者说是不兼容的 灵活的相容论者 compatibilists或温和的决定论者则声称是兼容的 例如相容论者Harris 2012会宣称 只要你没有被迫去作违背你意志的事情 即使你所有的行为最终都是被决定的 你也依然可以行使自由意志 然而 不相容论者Hondarick 2002则是这种精明为背叛 其认为我们事实上是不自由的 这意味着要放弃一些我们最深层的对生活的直觉和希望 自由意志是否存在似乎对于罪犯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和惩罚有着深远的影响 想想看 如果某种犯罪行为不是自由选择的 那么可以说 执行它的人就无法对它负责 如果无法对它负责 那么惩罚它或它的意义就不大了 至少惩罚这种方式是如此 自由意志总是被视为道德责任和正义惩罚的前提 如果某人有间歇性的精神失常 认知障碍或少不更事 我们往往不会在道德上谴责他或他 如果我们认为一个人不应该这样做 我们就会倾向于惩罚他或他 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 我们认为他或他本可以以另一种方式行事 因此 自由意志的归因与我们对他人的行为 尤其是反社会行为的看法有关 基于自由意志而存在的道德行为能力和责任 有助于证明惩罚的正当性 可能有人会说 正如相容论者所认为的那样 无论犯罪分子是否拥有自由意志 都需要保护社会免于他们的侵害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无论罪犯是罪有应得还是情有可原 仅仅以震慑为由就可以让他们承担责任 从这个角度来看 刑事司法系统就像一所华丽的服从训练学校 如果我们让你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白费力气了 请原谅我们 本章关注的不是关于解决自由意志与决定论 这一争议的研究 相反 本章探索了自由意志信念的一些可能原因 特别是克拉克等人 Clark et al.2014验证了一个有趣的观点 即普遍存在的自由意志信念是动机性的 Motivated 人们相信它 至少部分是因为他们想相信 为什么呢 克拉克等人想知道是否有一种特定的社会心理因素 可以解释下面这种现象 想要看到不道德或犯罪行为受到惩罚 他们还推测 通过消灭不负责任的人 这种倾向 可能是作为一种保护人类社会的方式进化的 克拉克等人 承袭了哲学家尼采·妮切 18891954 这位严格的决定论者的思想 今天 我们不再为自由意志的概念而遗憾 我们对他了解得很清楚 神学家最邪恶的诡计 旨在使人们在他们的意义上要负责任 每当人们想追究责任时 通常是一种想要判断和惩罚的本能在起作用 因此 克拉克等人想要探究自由意志信念 是否可能是动机性和功能性的 而不仅仅是基于个人内省或逻辑论证 做了什么发现了什么 克拉克等人 2014进行了五项研究 四项实验和一项档案研究 档案研究的数据 从现有数据库中收集 所有这五项研究都验证了这样一种假设 自由意志信念 至少部分源于让人们为自己的 不道德行为负责的愿望 由于我们将要呈现这五项研究的主要细节 因此 我们不再采用 把方法和结果分成两个部分的书写格式 在第一项研究中 171名被事被告知 这是一项关于记忆的研究 演示故事 他们被随机分配阅读 A报纸上的一篇报道 讲的是一位腐败的法官 被发现为了收受来自一个私人青少年临时居留中心的回扣 而监禁而同 或者第一篇关于为一所新学校寻找负责人的文章 所有的新闻文章都是基于真实事件 在阅读了文章后 被事完成了一些人格问卷 包括自由意志和决定论两表 Free Will and Determinism Scale Polis 与Carrie 2011 其中包含向人们完全拥有自由意志和意志的力量 总是能够战胜身体的欲望之类的陈述 克拉克等人想要确定 与暴露于道德中性行为中的被事相比 暴露于不道德行为中的被事是否更相信自由意志 研究结果证实了他们的猜想 与阅读普通招聘文章的被事相比 阅读关于腐败法官文章的被事报告了更高水平的自由意志信念 需要记住的是 被事是被随机分配到这两种条件下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简单的阅读一篇文章就会影响自我报告的自由意志信念 如图28-1所示 图28-1 一 阅读关于腐败法官或者招聘的文章后 被事自我报告的自由意志信念水平 第二项研究也检验了事先暴露于不道德行为中 是否会增强自由意志信念 95名被事被随机分配阅读一篇假设的报道 这篇报道或是关于一名男子入室盗窃并在网上卖了脏物一种不道德行为 或是关于一名男子从垃圾回收箱中取出旅罐并卖给了回收公司一种道德中性行为 在阅读完其中一个场景后 被事要评估男子的行为是不是自由选择的 他是否可以做出其他选择 他是否在运用他的自由意志 以及他应该受到多少惩罚 被事也使用第一个研究中用过的自由意志和决定论两表评估了自己的自由意志信念 克拉克等人发现 阅读关于盗贼文章的被事比阅读翻找旅冠文章的被事表现出了更强的自由意志信念 在特定的评分上也发现了相同的差异 相比拾荒者 盗贼被认为拥有更多的自由意志和更多的选择 而且不难预见 想要惩罚盗贼的评分要高于想要惩罚拾荒者的评分 最后克拉克等人证明了被事想要惩罚罪犯 可能中介了不道德行为对自由意志信念的影响 有关中介逻辑的更多细节 见本书第27章 克拉克等人开始为自由意志的动机性信念构建理论模型 第三项研究是在实验室之外进行的 在期中考试结束两天后 277名本科生接收到了来自教授所发的三封邮件中的一封 其中一封邮件声称考试后在教室里发现了一张小抄 但没有查出作弊者是谁 第二封邮件声称发现了一张小抄 而且发现并惩罚了作弊者 第三封邮件声称收件人将在下一节课参与一项活动 这是控制条件 在所有三个条件下 贝士均被要求完成一份附加的调查表 据说这将促进下一节课的讨论 这份调查表包括了前两项研究中的 测量自由意志信念的相同测验 还有一个关于考试打小抄的学生应受惩罚的程度的问题 用从一点也不严重到非常严重进行 五点评分 以及一个关于考试中打小抄被抓学生应受的惩罚类型的问题 用从不惩罚到挂科和休学进行六点评分 与控制条件下的贝士相比 两种作弊条件下的 贝士给出了更高的惩罚评级 两作弊组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而且 他们也比控制组 贝士声称更相信自由意志同样 两种作弊条件之间的差异还是不显著 最后 与第二项研究一样 惩罚的愿望明显终结了实验 操纵对自由意志信念的影响 因此 在自然情景下 与被简单的通知下一次课活动的贝士相比 那些得知 同学作弊 无论同学是否被发现 和惩罚的贝士更相信 自由意志 而且 正如之前发现的那样 对不道德行为的 惩罚欲望的增加 与自由意志信念的增加有关 支持克拉克等人 理论模型的研究 在持续增加 在前三项研究中 自由意志信念 是通过保罗斯和凯里 Poulos与Carrie 2011的自由意志和决定论量表 进行直接测量的 然而 社会心理学家 喜欢改变他们测量某个 特定变量的方式 以确保他们的发现 不是由于 单一测试的特异性造成的 参见本书的前沿 因此 在第四项研究中 克拉克等人 使用了一种 间接测量 自由意志信念的方式 即让贝士对一篇 基于最近的神经科学发现的怀疑 自由意志的文章表明 自己的赞同度 在这项研究中 213名 贝士阅读了 向第二项研究中 关于入室抢劫 或从户外垃圾回收箱 取走物品的文章 在被告知有关自由意志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心理学界 有待讨论后 贝士阅读了一篇 反自由意志的文章 并评估了它的价值 例如 他们有多相信 这篇文章 或者他们是否认为 隐正的研究 应该得到更多的资助 评分范围 从完全不信 零分 到非常相信 九分 正如预测的那样 与阅读有关 翻找屡贯的文章相比 阅读有关入室盗窃文章的 贝士对反自由意志文章的评价更负面 因此 相比思考道德中性行为 思考不道德行为 会使贝士更倾向于捍卫 自由意志信念 不道德行为 激起了他们更强烈的欲望 去惩罚犯罪 因此 如果人们相信 自由意志 那这样的惩罚会更有意义 第四项研究为克拉克等人的理论模型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在第五项研究中 克拉克等人寻求更广泛的证据来证明目击他人的不当行为和自由意志信念之间的联系 他们收集了74个国家的平均凶杀率来自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11和自由意志信念数据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协会 2009 结果发现 凶杀率高的国家的人民表现出了更强的平均自由意志信念 抢劫 强奸 绑架 袭击 偷盗 儿童性虐待 入室盗窃 汽车盗窃和贩卖人口等其他罪行的数据也显示了相同的结果模式 此外 即使在控制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政府类型 政治自由度和教育水平等变量 根据其重叠程度对相关关系进行了统计调整之后 主要罪行的犯罪律和自由意志信念之间的联系也仍然存在 尽管不如实验研究的结论确凿 但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发现与克拉克等人的断言是一致的 那就是自由意志信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暴露于他人的伤害性行为中 以及产生的惩罚冲动而激起的 又怎么样了 克拉克等人 2014的研究完美地建立在另一项研究之上 他们首先建立了一个基本联系 在思考了另一个人的不道德行为之后 人们会更加相信自由意志 他们随后证明了 这个更强的自由意志信念是由想要惩罚的愿望所激起的 他们在一个现场实验 Field Experiment中重复了这一效应 以及惩罚愿望的调节作用 在这个实验中 贝士收到了一封来自教授的邮件 内容是关于学术作假或者即将到来的课堂活动 接下来 他们再次使用间接测量自由意志信念的方法 即被试不同意反自由意志文章的程度 重复了这一效应 最后 他们发现 在74个国家中 刑事犯罪的高发生率 与更强的自由意志信念相关与之相对的是 低犯罪率国家的人民不那么相信自由意志 思考一下克拉克等人所做研究的全面性和复杂性 他们的研究包括了腐败 盗窃和学术欺诈 而不仅仅是某种单一类型的行为 研究者通过操纵假设的和真实的罪行来操纵自由意志信念 不仅在实验室也在现场环境 实验发现 实验操纵不仅影响特定个人的自由意志 也影响其他人 暴露于某人的不当行为 不仅增强了个体的自由意志信念 也引起了其对反自由意志研究的怀疑 此外 在国家层面上 也发现了犯罪和自由意志信念之间的关系 两项独立研究的中介分析表明 道德不端和自由意志信念的关联源于实施惩罚的愿望 总之 克拉克等人的研究采用了最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技术 这些研究结果的完美一致 使得它们不太可能是某项研究的特定特征的偶然结果 更确切地说 研究结果看起来很普遍 真是一系列极好的研究 克拉克等人认为 暴露于不道德行为中唤起了一种更强的感觉 即行为是自由选择的 因此应服从于道德评价 对于这一主张 它们获得了强有力的实证证据 自由意志的存在 不仅能够证明谴责和惩罚罪犯的正当性 而且想要谴责和惩罚的愿望本身 也能够明显促使人们更加相信自由意志 克拉克等人因此证明了自由意志信念不仅源于直觉洞察或对哲学问题正反两面 不带感情的评价 它并不是完全理性的 用它们的话说就是 我们的核心观点是 这种自由意志的主观体验通过促进道德责任的承担获得了动机性强化 从而支持我们 惩罚破坏团队凝聚力的个体 这一关键的社会任务 克拉克等人可能提供了关于自由意志信念 是可塑的这一观点的第一个科学证明 自由意志信念同时被情境因素 其他人的不道德行为和心理动机惩罚这种行为的愿望所影响 而且 他们的研究与其他令人印象深刻的关于信念的心理动机性的研究相契合 参见第二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和第二十一章 后继 尽管克拉克等人 2014个研究既没有证明 也没有反驳自由意志的存在 但他确实为自由意志信念 提供了深刻的心理学洞见 这些洞见是在心理学相关领域取得进展的背景下提出的 在此 我们简要地考虑三个这样的领域 人格理论 涉及自由意志的神经科学和有关间接能动性 Vicarious Agency的研究 一些早期的心理学家 其中许多是人格理论家 经常就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问题 发表强烈的非此即彼的看法 弗洛伊德 Froid 1920拥护精神决定论 Psychic Determinism 即思想和行为源于预先存在的无意识精神状态 从神经症的症状 与令人困惑的梦到事业选择和艺术杰作 一切都只是潜在的本能 焦虑和欲望 通常来说是极其下流的个结果 乱七八糟的想法 不会自动跳入脑海中 它总是有原因的 只是可能很难被发现 弗洛姆 Franc 1941是一位新弗洛伊德主义者 强调无意识的存在和经济动机 但他并不同意这一看法 与萨特一致 弗洛姆宣称 我们确实拥有自由意志 但我们倾向于逃离这种自由 不想勇敢面对具有挑战性的后果 埃里克森 Erikson 1968认为 自由意志在一生中都在发展 特别是在可怕的两岁那时 学布尔开始通过发脾气 彰显他们的意志和青春期那时 青少年反抗父母和权威人物 与此相对 或许受到婴儿条件性恐惧实验 成功地鼓舞 你可能熟悉他的臭名昭著的小阿尔伯特实验 华生 Watson 1930将环境决定论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作为他的行为主义理论的关键特征 斯金娜 Skinner 1971是一位同样激进的行为主义者 行为矫正 Behavior Modification 即操纵环境来控制行为的坚定支持者 她认为 对自由意志的根深蒂固的信奉会阻碍 建立一个更有效和更快乐社会的科学努力 威尔逊 Watson 1978是一位著名的社会生物学家 已研究另一种高社会性物种 蚂蚁而闻名 他认为 行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被视为千秋万代的自然选择的结果 没有提到自由意志 与此相对 马斯洛 Mosser 1943和罗杰斯 Rogers 1951 两位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 则反对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学家 和行为主义者 他们强调自由意志在追求自我实现中的关键作用 然而 许多此类观点的一个共同问题是 他们通常都很难转化为可以被实际验证的假设 神经科学家 Harris 2012倾向于认为 大脑决定行为 自由意志 仅仅是一种错觉 理智 意识和个人 关于自由意志的感觉 不过是大脑生化过程的附带现象 偶然的副产品 就像心跳 只不过是心脏泵血的附带现象 理智 只是大脑的活动而已 本身不产生任何因果性的影响 所有我们假设存在的决定都是由意识之外的神经活动所激发的 大脑并不是自由的 其没有选择任何事情 也不比其他身体器官更自由 根据哈里斯 Harris 2011的观点 意图并不能引发行动 思想仅仅存在于大脑之中 这只是无稽之谈吗 也许并不是 19世纪80年代中期 利贝特·Libit 1985进行了一系列巧妙的实验 其意义至今仍处于争论之中 实验的结果是 大脑的不同活动模式 所谓的准备电位 Readiness Potential 似乎先于自我报告的 执行简单身体运动的意图 比如弯曲手腕 因此 看起来是大脑先启动了某个动作 而个体在几百毫秒之后 才开始意识到这项决定 或者 根据Sung Bress Hansa 与Hins 2008 是在长达10秒之后 尽管如此 一旦意识到大脑的行动 有意识的理智 仍然可能有时间 禁止即将到来的行为 利贝特本人相信是这样的 而且相当聪明地称之为自由拒绝 Free 1T 换言之 思想或行为有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被决定的 第二个阶段是自由选择的 不过 许多神经科学家认为 这样的实验对自由意志存在的主张 提出了严峻的实证挑战 一种反驳观点是 弯曲手腕的决定是非逻辑性的 不基于任何原因 相反 人们可以基于任意转瞬即逝的冲动 去这样做 毫无疑问 这是有生理基础的 更多批评件Miley 2014 在一项关于人们 对此类实验看法的巧妙研究中 纳米阿斯 谢波德和罗伊特 Nemius Shepard 与Reuter 2014 相辈是介绍了一种 新型可穿戴 脑成像帽 它能够使神经科学家 预测人们的所有决定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这样的帽子存在 贝士阅读了 关于一个女人 戴了一个月这种帽子的故事 据说这能够使他人 预测他所有的决定 80%的 贝士报告称 这样的技术 貌似可信 但并不一定能证明 自由意志是不存在的 然而 他们报告说 如果这样的脑成像帽 可以用于操纵一个人的决定 那自由意志存在的信念 将遭到令人信服的打击 从好的一面来说 这将开启实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新世界 说自由意志是错觉 就等于说 我们误判了引发行为的原因 这些行为被错误的归因于自己 而不是真实的原因 而这个真实的原因 最终或存在于大脑 或存在于环境中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可以想象的是 心理学家会对这种判断和归因的过程进行研究 并建立一个可检验的模型 根据维格纳·韦特纳 2002的看法 有意识的能动性的错觉 源于以下事实 当我们行动时 我们通常有一个想法 A 先于这一行动 B 符合这一行动 C 似乎足以典型地解释这种行动 因为没有明显的替代解释可用 例如 当我想要煮一杯咖啡时 A 在我这么做之前 我想现在我要煮咖啡 B 这个想法与我随后的行为是相匹配的 C 没有其他因素解释 为什么我要煮咖啡 然而 如果在煮完咖啡之后 我才有了这一想法 或者我的想法与现在我要煮咖啡不一致 又或者是机器人控制着我的手煮了咖啡 那我就会得出结论 我不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来煮咖啡的 这种解释的一个优点是 它是可验证的 通过巧妙地操纵人们的判断和归因 可以成功地使他们拒绝承认实际做过的行为 或者承认实际没有做过的行为 在这方面 维格纳等人 Wa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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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rrow 与Watner Man 2004 Watner与Whitley 1999 Pronin Watner McCarthy 与Rodriguez 2006 进行了一系列 有趣的研究 在一项研究中 Watner Watner et al 2004 贝士被要求观看其他人投篮 然而 如果他们事先想象了同龄人的成功投篮 就更可能相信这种成功是由自己引发的 因此就能够证明人们对间接能动性的错觉 即人们相信自己可以影响他人所做的事情 同样 在另一项研究中 Watner 2003 贝士A 被要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他的手臂放置在身体两侧 用罩袍遮挡住 且手臂不出现在视野中 在镜子里看不见 然后 贝士B 站在贝士A的身后 将自己的手臂从罩袍的袖子中伸出 由于贝士A和贝士B之间有隔板遮挡 所以大家看到的似乎就是A的手臂 当B的手臂按照指令完成诸如挠你的鼻子或挥你的右手等命令时 A就会产生一种错觉 认为是他的意志在控制着这些动作 除此之外 其他一些实证证据表明 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 人们会错误地认为 他们的手没有动 而实际上他们确实做了这些动作 Watner 2002 这使得一些幽灵现象 就像在一些外来精神力量的明显影响下 在占卜版上拼写单词更容易理解 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 这个人实际上是在拼写单词 但他并没有把这种行为归因于自己 心理学究竟能否获得支持 自由意志存在或决定论的足够证据呢? 正如进化论越来越成为一个科学事实一样 我们也许有一天会见证自由意志 或者严格的决定论作为一个科学事实出现 然而 现在 我们为社会心理学在理解自由意志信念方面的进展 感到兴奋 为什么自由意志信念那么普遍 而且经常被人们强有力的捍卫? 克拉克等人2014至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答案 自由意志信念具有心理和社会功能 它证明了我们惩罚扰乱社会秩序的不道德 或犯罪行为的愿望和努力的正当性 启示 无论自由意志是否存在 自由意志信念都具有两个重要功能 一是使他人承担道德责任 二是证明惩罚犯罪是合理的 你怎么想? 假设科学家发现了证明 自由意志不存在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那会影响社会的运转方式吗? 例如 犯罪分子是会受到更仁慈 更严厉还是与现在相同的刑法 你个人对形而上学上的不自由做何感想? 注释 一 图28-1中的纵坐标是自由意志信念分数 分数越高表示持有的自由意志信念越强 一辙注 全书完 感谢聆听